结果过去就那里有古玩店 都卖那种什么乾隆通宝 一些古玩的 也有卖二手书 结果我看二手书很久了 我就出门 我喜欢那些东西 我就把它随便抽了 一看到就看了那一本 《庄子憨山》 《憨山注解》的内妻篇 其实《庄子33篇》里面 真的属于庄子下 在一般的考证里面 就认为是内篇欺篇 全部都写到 是延续老子的思想写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后来很多人误解 就把它当作是什么嬉皮之类的书 结果那么巧 后学就看了就要跟他买 跟那个老板买 那个老板就说送我 就说他认识我哥哥 就把这本书送我 后学就开始 真的那本《庄山大师注解》 可以说是在后学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启蒙经典 所以你如果看有 因为我看过看的时候 看着头一屁 那本书都破破烂烂了 后学拿到的时候 都已经封面都破了 我一翻开来看到的就是 佛家以断尽烦恼为无碍解脱 庄子以敏绝之巧 放超脱 它不是写放浪 超脱行骸为解脱 后学一看那时候念高中 不竟然能够有什么理解来讲 就很喜欢那本 那本庄子憨山注的那一期篇 后学带回去呢 到现在都还在书厨里面呢 就说那本经典就让后学 对庄子非常的 等于深刻的印象 而且是很正确的概念 就是以佛家的行者所注解的 他就没有偏颇嘛 当然有一些鲁家学者也注解很好的 那有很多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注解呢 那么庄子这本书 从古至今不知道颠倒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文人那些呢 可以说整个中华文化 文学的文化 哲学的文化 都在庄子的传承 整个都受很深的影响 不管你是苏东坡那些啦 写了一些东西 全都是在他影响之下 这本书不知道颠倒多少人吗 不知道迷住了多少人 更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 那么清代有一个学者叫张朝 他让这本书弄得可以说进退诗句 爱不释手 又忠难示意 又不知道迷惑了什么 你知道吗 庄子厉害就是说 他前一段跟第二段 有时候毫不相干 他的文章是不落诸司马基 让你不知道迷惑了什么 那么所以宋朝的学者林希益 他就讲念庄子有五难 有五种难处 第一个 这本书其实他都讲性命 仁义性命之类 但他写的字意 跟一般人下的不一樣 这就是头一件 你看不 第二 他想要跟孔夫子相抗衡 所以说他言过其实 这样你知道吗 说的话 庄子的世界大到无限大 小到无限小 很多人看到没了 第一点 他人生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 第三 比列宗夏人 一般宗夏节气的人 就像佛经里面讲的 他这个是为上圣者说 所以他言识过高 这是第三难 第四 他笔端鼓舞万千 干的下这 干的下那 他写的都很多动物 在比喻 有没有 等一下讲到逍遥油里面就知道了 所以一些东西 你没办法用普通的文字来 来 那些路线来看就对了 普通的文字 他都是正言反说 一般小肝的人 他没法好好跟他讲话 他都正言反说 就是说 把你翻过来翻过去 讲话 不知道这个 就对了 所以第四难 他讲的 雨迈疾风 就像禅宗的那种顿悟的那种 疾风 在那个刀刃上的这种的 所以 鲁家的书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种的 所以这是第五难 所以你要念庄子 很难 有了这五大难之后 你必须要才念得通 你要精通试书 根据宋朝的学者 你精通大学 轮引孟子中庸之后 你的中心思想是 对正确的 你设这个 特别困难 所以说 有一些东西 我们知道说 大家不了解 很多人对庄子误解 其实从王传山 就是王夫之 明末清楚的王夫之 他的庄学里面 他就已经强调 内圣外王的功夫 听清楚 庄子是内圣外王的功夫 他全篇 根据憨山大师讲 他全篇是 托物寓意以民道 很重要 如果这个主轴抓住的话 你就不会 可能大家也很压抑 好像为什么我们突然会排这个庄子 其实修到后学一代强调 强调有了若干年之后 你要突破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在古代这些圣者 学者里面 他的经文里面去了解一些 其实他写了很多很多 其实他不是 直接说那些说 他全篇的主轴 你抓住 他托了很多物 很多鸟 什么鱼 什么的 有没有 托物寓意以民道 在中国的成语里面 有很多都是庄子里面出来的 大家知道 情话观天 有没有 都是从出自这里的 王传山他就直接了当 讲说 你看他骂 遥顺以堂文武周公 好像贬义这个孔夫子 其实他不是贬义他 其实真正最赞叹孔夫子的 就是这个庄子 所以憨山大师就讲了 讲到说脱物欲以民道 那么所以呢 真正你了解 他骂孔子 不是骂孔子本心 庄舟骂孔 是为了打掉后世学者心目中的偶像 这样听有 就像禅宗大德烧佛 骂佛 大家知道吗 禅宗大德 何佛骂祖 他是为了打掉 和尚心目中的法杖 这两句话很重要 你如果说了解 你就不会说 怎么这个庄子 大家刻板印象里面 说庄子就不守规矩 还是怎样 不是 待会我这稍微介绍的时候 我就先介绍 那个安石楚顺 穷通热黑 就是庄子的 他的生平事迹 所以呢 他自己也讲 你看从逍遥游里面 第一篇 你这个看到 就是那些很大很大的东西 他讲北明有鱼 在遥远的北方 有一个鱼 很大很大好几千万里 很难用语言的 这个世间的空间来比喻 那么 它本来是静态的功夫 对不对 那个鱼很大 是一个内圣的功夫 那些鱼在鱼里面 没什么意义嘛 但是它是做内圣的功夫 那个鱼 它呢就化而为棚 重点就在这个画质 所以非常强调 你看武家的化而起 庄子的 所有的经典 你都是把第一章节 抓住之后呢 那后面都在演绎第一章节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它化而为棚 那个棚鸟也不知道几千万里 翅膀打开来 水积三千里 所以我的车为什么 我做云水三千 坤化棚你知道吗 它背负青天之源 然后翅膀呢 水积三千里 云水三千 它能够云水三千的原因 是坤化棚之后 才能云水三千 所以它的翅膀 不止几千万里 打开来之后呢 要向南方 光明的南方飞过去的时候呢 那这个翅膀这么大目的在哪里呢 在辟硬众生 本来它是内圣功夫 内圣 你说我每天坐那儿 我身啊 我身躲了 怎么也不身 叫你躲人就甘苦坐 是怎么这么做 没什么嘛 你如果真正信 你如果真正是敏理 你就要去说让人听 不是这样 我们的行为就要改皮气气毛病 这样才有通 如果不如说 说过不 你是不是真的敏理 那种内心的那种东西 一定要透过这种话 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念 所以它翅膀打开几千万里 然后呢 辟硬众生 走向遥远的南方 其实后学很早 因为后学就讲说 一进道场第二年还是什么 后学就讲庄子 那时候 很年轻就讲了十几年 然后常去大陆 去大陆呢 后学讲说 我是真正悟到 所谓的昆化 讲到这个北名有余 那种都是文字嘛 后学十几年前就去黄河源头 你知道吗 黄河源头就在青海嘛 那时候也是朋友呢 照着就走啦 不知道 也不知道高山镇 那我们不要看网络 都没事情啦 你知道吗 那路看我去几个爪都不知道什么高山镇 几个千公里 四五千公里 五六千公里 都不知道高山镇 这次后学又要去将近一个月 你知道吗 我要翻过阿里 翻过心脏公路 就九月份后学又要去呢 然后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后学都这样行脚你知道 没事情做的事情啦 就是我去走那个路呢 哇 看到网站上好像吓死人你知道 是都会无名 那个行你知道 其实我们去了这么多趟 也没这种感觉 好 那时候朋友邀了就去呢 也不知道 我就去践行 去昆仑山 每天走还要自己扎人 自己要扎人 后学就讲到 所以说第二篇 各位看到后学写 万俏怒毫听天赖 地赖人赖天赖 那一段后学就讲到 听风的这一段 那讲到这个听风呢 你说听风是很自在的事 但是你到海拔五六千公里 听风那简直是自嘲苦吃 我跟你讲 头上咳咳咳咳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要怎么定下来 你看每天走 早早就起来走 自己的生理 那是有牦牛扮他在走 我们就一天人就 每天走 你不知道目的在哪里 然后呢 那其他的人都吃婚 就后一个人 后学一个吃素的嘛 傍晚他们煮 后学就觉得 不太想吃就没吃 中午自己就带一片 那种方吐司 一匹 这样吃而已 你知道早上吃点麦片 就这样走一天 那高海拔 后学告诉各位 那个海拔呢 也就是说你坐在那里 不动 也等于背了二十公斤的心脏负荷量 懂意思吗 这样你就知道 说哪里穿成这样了 在高山 你卖天堂 你就二十公斤的心脏负荷量 所以每天这样走 走到什么 几步维坚 那些成语 每天都终于去验证了 你知道吗 在那个山上呢 后学是上了黄河源头 你看那个 一时就搞了一双 这样筋筋了而已 那天四五点 真的会到位 你知道吗 那神山圣福 那那木措 那就很大的福 我们一看就在山底下 也只看筋筋了 一天四五点 就没到位 都这样 那西藏 那有到大了就对了 我们一些 去的时候 都大概都不在意 那这一趟呢 我们就是 上了黄河源头 那时候端午节 端午节 还有黑天 暗地 那风雨交加 我们本来在那里 树营路营 结果 不敢在那里路营 可是当后学 一站上黄河源头 看到那个扎林符 恶林符 那个玄远生黑 什么叫玄之又玄 大家知道吗 那个就是玄远 玄是黑 深远 深远 那都个北明有余 所以说你看 从老子的 玄之又玄 接到就是庄子 第一篇里面的 北明有余 所以上去那一瞬间 后学 真的去领悟到 所谓的北明有余 这没法用嘴说的 你知道吗 那种那种领悟 结果呢 沿路呢 下山的时候 好像又好一点了 后学就很好奇 我就说 我们这南方人 看过暴风雪 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车上说 如果来一场暴风雪 已经很精彩 没多久而已 真的暴风雪 因为我们都是 车子开河床嘛 那今天你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个 从北京的那个 来带队的那个人 他说 我们车上有一个责任 你不要随便开口 你开口 等一下 回都回不去了 然后呢 那个住的地方 就真的是 所谓的 张曼玉 龙门客栈 那暗时 有够笑话 你知道吗 那房间 那房都算算叫 都是风 那个门风 里面是烧炭 那个取暖 炕上 我们台湾人 很怕死 你也不知道 结果我们就说 那烧炭 我们不知道 吹吹一下 到时候 是很漂亮 粉红色 因为烧炭自杀的 那个 可是我们如果没台没机 这样会不通 就怕说 那烧炭又没有 那个 结果看一看 那过夜 你没穿 伊龙衣金 我们就没睡 为什么 那风落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风 根本都是风跑进来 它的门都没用的 没收拾 没收拾 你知道吗 其实那种地方 没想要跟你唱 说实在 就像扎营的时候 也是 哇 过夜 那风 风算算叫 这样 帐篷 就要掀掉 我们就过夜 不敢睡 不知道是不是 在时常看到 那身上 配枪的 那个 那个西藏人 站着 所以你那种地方有时候塞车一天看不到一个人你知道吗 就看到一个西藏人排长枪 不知道是来唱乱啊 不是啦 结果天下本无事 庸人之老之 第二天 起来 打开那个 营藏的门 那水 那些沉 你知道吗 那个 那种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那个 到那里去 那个 那个领寿 十几年前去 以后 好学就开始 就很爱去那种地方 我知道我已经去三四座以后了 这次过来一过来 你去看看 所以那种那种修行 我说我是那种 那种 你到那里没有杂念嘛 你知道吗 我们在坪地都会上当太晒 等下这没用 那没用 你去到那里 你就清静 我说我 只有去那种清静 因为你 你如果欧白收就会头脚疼嘛 你如果没收就会头脚疼 你就念佛号嘛 不然就熟悉嘛 像我们这样走整天 我们体力有时候不太行 结果你看那些吃昏的 比我还严重 你知道他们还爬过山的 结果呢 他就讲说担心谁担心谁 那个导游啊 我说你怎么不担心我呢 我说中午那片面包也没吃 早上喝一点点麦片 晚上我都没吃过一餐 他说我知道你会调息 大家懂什么 那个导游也是很认真看的 所以讲到这种 这种像庄子有一些事 他讲到那个昆蓬之话呢 或许觉得说也很感恩 到了那个黄河院头 很可惜啦 我就说十几年前毕播万情 现在讲到蝴蝶梦那一段的时候 会跟各位介绍 介绍那个 现在大家断流嘛 因为那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呢 所以各位要知道说 在这里呢 整个庄子 它呢欺骗 各位又回去要看的话 你看从文化为棚 逍遥 庄子的逍遥不是叫你玩物上智的逍遥 大家知道吗 他是要带领众生 但是你又不被物所累 众生之所以这么多的问题在哪里 在矫情 这样你知道吗 我们的基心很多在矫情 所以说庄子呢 叫我们恢复真性情 所以在庄子里面呢 逍遥的圣人 一定能够起悟 大家懂吗 第二篇叫起悟论 第一篇叫逍遥游 一个逍遥的圣人 达到圣贤境界 他当然是不是一般的 一般讲的逍遥嘛 所以说呢 物之不齐 其来有志 你看这个 早上讲过 世间很多不平的 那么所以他讲无上我 他讲一个真主人 他第一篇 他在起悟论里面呢 一开头他讲到什么 我已经死掉我 他描述一个南郭子鸡先生 有一天坐在茶几旁边 他的弟子一看说 这个老师的这个面貌 那个面相 面相 已经跟以前不相 所以一段门夜老师说 今天我看到这个老师 跟以前看的那个老师 跟不相 结果他就跟他说 无上我 我已经死去我了 这样 结果他的弟子 当然不太懂 所以他无上我是 其悟论一开头 就是叫你去掉 你一些外在 如果不能无上我 他同买了 他就无法误化 化蝶 装作 有没有 奏情 许许就梦到自己 是一个偏偏南起舞的蝴蝶 等一下讲到 他偏偏南起舞 并不是说我变蝴蝶 庄子都不说我有神通 我变蝴蝶 一共我物化蝶 他非常科学的 他从把动物的格 提升为人格 脱过物化 结果怎么样子呢 跟蝴蝶 同有共化的当下 他已经挣脱了 生死的智库 超越了时间 空间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在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其实呢 整个物化 就是蝴蝶梦 是装身的 奇物论的 整个的主軸 收卖的地方 所以他跟 无上我是 相互复应的 所以后来 你如果 看原文 奇物论 看奇物论 看逍遥游 你这样就知道 怎么贯穿 所以说呢 那么物化 是卖中的穴位一样 所以呢 蝴蝶梦 他呢 通内圣外王之道 也因为奇物 那你当然 你就懂得养身嘛 养这个 生生的主人 所以养生主 养你生生的主人 然后呢 所以说呢 这个无 无上我之后呢 就很重要呢 无 这个无很重要 为什么 就是养生主的 这个生嘛 你那生生的主人 就是这无上我的 这个无 这个无字呢 是装子 整部的核心 因为无上我 所以他最后才能够 误我两万化其道 那个后学的 最后一篇的那一个 其实这本书也很笑话 后学念了这么多年 并没有想到要写这本书 是刚好我们那边 有个前嫌呢 在大学教书 那很笑话 他说装子也说得很好 那些人就笑话笑话 又很厉害笑话 是一个前道 以前也是在中心火石团的 那就是光慧 是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 还有那个什么 道法自然如鱼得水 装子一虾两本 就有一天就 E-mail传奇给后学 说给他写一个序 我就写 团来我就很快 我手很快的人 接到 现在接到我就 随随随随意 回去给他 我说 你看看 如果这样可以 我就认真给你写 这个只给你看一下 这样的方式可不可以 结果这样很好 你不用再写 我在那看电视 我上次就说 他这样就写 我说不可以写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结果我就看电视 看一半 突然间 主题就出来 我就想来写一个 云水三千坤画棚 然后要倒下去 睡的时候 那个片名 就要倒下去 哇 就很快 一篇一篇的片名就出来 我快坐起来 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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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就像这本菜тя完 所以我想拻牠在内 比孔延热处 好看 就是说他里面的故事那些 也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无 就是庄子的哲学核心 因为无尚我 所以他能够入我两望 宝极到 这是非常开阔的境界 你陆世 一个逍遥的圣人 一个能够齐悟的圣人 已懂得养生 生之主人的 陆世 它就有如刨丁解牛 说到这个刨丁 就是一个台鱼的 他本来一天就换一支刀 换不到技术比较好 就三天 三九月 一年 换不到十九年 这样换一支刀 而且人家去看它的时候 你看它在台鱼的时候 很有节奏 蜜蜜蜜蜜 那个刀子就如入无人之地 那个关节跟关节之间 种种的 这样子来来去去 都不会去换到骨头就对了 就是在细缝里面 所以那个刀呢 用了十九年 还光亮如新 还那个 那个国王就说 我看你怎么 怎么那么厉害 尤其这个人 刨丁解牛厉害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把整只牛 全部都抬到 就像泥巴一样 掉在地上 那些牛又不知道 自己死去 你知道吗 那后边那股 庄子里面没有 那是我自己打的 所以 就是标示 这个人 整个牛 欲入室 一个逍遥的圣人 其物 养生 你养 养生生的主人 这个养生 这个生 养生主 养生主 是这个生 不是这个肉身 你知道吗 养主人 我们不是 我们都一直吃饱 现在还好 现在年纪大一点 吃点补还没关系 已经 年轻的时候 每天都没赢 比如说去传地 又刚开始吃素的时候 怕营养不够 又不知道什么 黑白 捏一些 薄油 吃吃 又吹 拼 有没有 在火车 经常敦步 你懂不懂 那就怕死 就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肉体 我们真正要养生 生主人 我们今天 我们的主人 如果说很平和 那不容易生病 你知道吗 这个 他生理 心理 他是有关系的 心理很重要 你每天 起到 去过丸 在这 不用说过丸 是不是 所以要化气 要化掉一些东西 你的主人是非常悠悠自在 那当然就不会那个 所以说 你如果能够 像袍丁解娘 陆世 你不会说 走到哪里都放拼 走到哪里都放拼 很多这种人 走到哪里都跟人处不好 有没有 看谁都不顺眼 走到哪里 没有贵人 那我们当然 没有贵人 以前结的缘不生 这一生就赶快 广结善缘 先当别人的贵人 九二九十一定有 是不是 一定有人提息 所以陆世无碍的话 就是你养生生主人 你陆世就像袍丁解娘 这么悠游自在 在人间世 你在人间 人间世 我喜欢看庄子就怎么样 你知道 那庄子世界里面的人 不是去找到龙马球 都都是残缺 很多 全是我们人坏坏坏坏 看庄子我们就不敢坏坏了 你知道吗 所以在人间世里面 他就讲要司法大道 你同位就要司法大道 你要以什么为师 以大道为师 所以说不以好物 内伤其身 你卖因为个人的好物 个人的种种的欲望 来伤了我们的生生主人 伤了这个肉身 世间的美丑 在一起 使说世间的富贵贫贱 不入于心 那在这里就讲 世间美丑是非 不入于心 那就真正达到 自人用心落尽 不僵不赢 你知道吗 来应修士 不僵不赢 胜物而不伤 这个功夫 也是非常深的功夫 所以那七篇 然后你说 讲到人间世 然后大宗师 最后混沌之死 里面也有一篇 混沌之死 就描述 最后一篇里面 你看从逍遥的坤化棚 到最后混沌之死 整个大而化之 自为圣 听清楚 我们现在常常跟人量 你怎么做事 大而化之 每人丑陋 都大而化之 其实真正成语不是 真正成语是 大而化之 自为圣 这样清楚 大而化之的话 自为圣 圣人的圣 所以 那么 从这里 大而化之 自为圣 就道出了 讲出了什么 圣人跟凡夫的差别 圣人跟凡夫差别 就在化与不化 就这么简单 你哪一当化 你当然就不僵不饮 圣物而不伤 自然 自然 所以说 凡人不得化的原因 在矫情 被一生的功名利禄 知巧伤身 你有看 现在很多这种人 所以才会一开头 或许讲说 那个韩山大师 注解得非常好 就是说 他从内七篇 第一篇 逍遥游 一开头就写 佛家断尽 烦恼为无碍解脱 老庄以敏绝之巧 超脱形海为解脱呢 所以在这里 各位这样清楚说 他内七篇 从逍遥游 然后奇悟论 养生主 人间事 德冲福 德冲福讲的就是说 你只要内德有修 你表现出来的外向 一定是充满 有修 有修 无修 同伯或许讲说 有的人 你看起来觉得 好像不会很喜欢他 觉得那些人 闫闫闫闫闫闫 是说给你感觉 有点邪气 还是正气 那就不完全不同 是不是 这一点我们 在社会上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德冲福 然后才大宗师 最后一篇叫 印帝王 就是说 你如果说 以大道为师 而且德信修的够 当然 当你有这个富贵公民 福分的时候 你可以印而为帝王 因为那是最上一期 青阳期 有一些人不是出来 印为国王 印为帝王将相的 都有 所以那期一天 他整个上方下下 那么在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那个庄子是跟 易经老子 怎么样子 号称三玄 号称三玄 所以说 这样各位知道说 这个庄子 他特别就特别在哪里 他以特殊回邪的才情 他可以把生命一一点化 所以说 你来这看很多故事的 都一些动物 鱼子 交话 什么都有 你看 他很特别的一个财情 这样有什么大事 将生命点化 他怎么点化呢 他可以站在河边 去跟问鱼子 跟鱼子同热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鱼之热 有没有 他跟那个辩论 而且到乱葬岗去 去做什么呢 去问骷髅 讨论生死之间的 际遇问题 在梦里面就问 翩翩起舞的蝴蝶 树神 穿我 穿我那生 我记得那妙里 那客人 有拜那什么 手工 酒工 是不是有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 我记得我妈妈以前也带我 去拜过那个树 一棵树拜 没有那儿 我们不知道拜什么 就跟我说 那是手工 我们就懵醒 所以树也有树神 树神可以托梦给 那个木匠 等一下讲到这些 讲述无用之用的故事 这个东西 然后讲述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不是叫你 没路人 无用之用 可以全身 因为战国时代 杀人淫也 杀人淫成 对不对 那是诸侯 是一些百姓 如草戒的年代 所以你要无用之用 可以全身 他的问题 穿过了苍茫的2500年 到现在 依然让这些众生 怎么样 摸不着头绪 大家还会是莫名其妙 伤透脑筋 总之 庄子是犹豫梦幻之人 他的思想非常自由 所以他文风也自由 他逍遥于物外 遨游于天地之外 摆脱物雷 他最大就是精神 一个人没神通 我们人同样在这 他精神可以摆脱这些 从行得之上 行而上的东西 从无情之说 到豪梁之热 就是关于之热 以后你看到 看到成语写 豪梁之热 例如知道 是庄子跟慧师 在辩论 看关于的时候 那么庄子 最主要就是 他的学说 始终徘徊在什么 现实 跟超现实的 这个中间 所以说呢 他都站在万丈高空外面 在看世间 刚才开头跟各位讲过说 他一开头就 绝缘器 复青天 是不是啊 化成那只大鹏鸟之后 上与造物者游 下与外生死 无忠实者为有 你说 他就走 离开灵干 跟我们灵干 没什么关系 错了 他的弟子呢 有一次呢 就在问 有一次嘛 不是刚才讲过说 他那个树神嘛 有一个人 他也很爱交友 他就带他的弟子 出去外面 路去走 结果就看到一棵树 那棵树大的也很离谱 几十个人 手拉手都抱不起来 不过就这样 拆过去 就是那个树呢 结果满 就是很多人在那里 看那个树 都在赞美这棵树 长得这么大 这材质一定很好 怎么样 但是呢 就只有这个木匠呢 路过 不屑一顾啊 他的弟子就说 哎 老师啊 我帝里做木匠 做那么多年 就不要看过 他说 这这桥子 谁都那么漂亮 那么大张 你怎么看就没看 你就走了 他就跟弟子说 那别说啦 他说那没路由的桥子 这样啦 回去之后呢 那个案 庄子就梦到 那个树神 说说 哎 你这没路由的 人咧 我说没路由的桥子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因为 今天没路由的 不才会在的 这路边那么多年 都没让人 祝他 你知道吗 没有被人家砍 结果呢 第二天呢 庄子就告诉他弟子说 这个树神跟他托梦 说他不应该 骂他没路由的 他们又到 又出去呢 到另外 庄子的朋友家里面去玩 结果呢 就那个 主人很高兴 朋友来呢 就叫他的书童说 去杀燕子 来请庄子 结果那个书童出去 又回来 问他的主人说 咱到燕子 有两只 一只会叫的 一只不会叫的 要抬会叫的 还是不会叫的 这个时候呢 那个庄子的朋友说 当然是他不会叫的 那一只啊 嘿 这个庄子的学生呢 回去就问他 老师说 那也很奇怪 那人家书没路由 中期天年 今天这只书没路由 还让人抬 他说师父 你要处于 有路由还是没路由 哪一边就对了 这时候庄子就讲 我将以不才之才 无用之用 以世间处 你说这境界有关吗 让大家休息一下 没路睡了 哈哈哈哈 这真拈到的 四个十到两点 好 那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再 好 谢谢 谢谢讲师 好 休息十分钟 一 在 谢谢讲师好 好 各位前选 大家好 大家请坐 我们来 先看哪一篇呢 就是说庄子的 他的生平事迹 因为平常是 我们也比较 统伯 就是说 这两三堂课的下来 大概对庄子 有一点概念 我们知道庄子 刚才说过 他为什么说 他不知道 他早上就在那里做白日梦 早上庄子奏情 根据金骨器官来这些庄子奏情 是白天的时候 有一天 他自己摸的蝴蝶 在那个 那个花园里面 很悠悠自在 醒过来的时候 他感觉说 他那个 那个背膀 不是翅膀 背膀 不输翅膀 还会背 那种 两翼身风 那种感觉 不遗憶不伤怒这翼翼 你知道吗 所以他自己感觉很奇怪 有一天 听老子爹 说疫经的时候 他就去问一问 他老师说 奇怪 我怎么不希望就同样的 这个 结果 那个谁呢 那个老子就告诉他的前世 精神 就跟他点出来 他说庄子呢 原本是在浑沌之初 吃出呢 是一只 很大很大的白蝴蝶 那我们知道说 那个浑沌之初 那只大白蝴蝶呢 就每天呢 就在王母娘娘那边呢 吸取日月精华 就长生不老啊 所以说 很大价啊 鱿鱼瑶池呢 结果为了偷彩这个 攀陶的花蕊啊 不小心呢 就被王母娘娘的那个 坐下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 那个青鸟 王母娘娘那边出门的时候 都会派青鸟 先去 先去报姓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看 报姓 都是青鸟 现在那个油菜 不是都青鸟 青鸟 就是这样来 青鸟音 请回探看 所以说呢 这个三竹鸟嘛 他三只咖的 根据那个 汉武帝的时候 有一次王母娘娘 要跟他相会的时候 就一顶 风 很大的一阵风 就三竹鸟就来捕 结果王母娘娘来的时候 就扎那攀陶来 几个攀陶呢 那个汉武帝吃完呢 就想给他偷 偷藏科 何果啊 要来林甘 请就对了 那个谁呢 那个王母娘娘跟他讲 你种也没用 三千年一手 三千年结一次子 对吧 你林甘就没到一百回 请也没后 结果就躲 就那个东方术 你知道东方术很有名嘛 汉武帝时候 有个东方术 就躲在窗户门外看 结果呢 就被王母娘娘看到 就说这个小儿 偷了我三次的攀陶 你知道吗 那个东方术是提定 那个王母娘娘那些 但是这个是故事呢 但是呢 就讲说这个 庄子本来是 他的一群蝴蝶精呢 被这个青鸟呢 给啄死了 但他的神魂不散 就脱身庄周呢 他根据很好嘛 所以说呢 道行兼顾 那他都一直 在修清静无为之法呢 点破了前世经生之后 他就如梦初醒 然后以后呢 他就开始呢 认真修行 最后呢 庄子呢 是说 不知首宗啦 一般道家都说 不知道哪里去啊 那是在 如果各位有机会 到河南明泉县的这个 有个青莲寺那边呢 有个福童里面呢 是有庄子的墓啦 可能也是他的 衣冠种啦 不是真的 他的梦啊 只是纪念 他这样而已 那么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庄子 这一世人也过得 他跟那盐灰也有拼 你知道吗 今天讲这些圣贤呢 我会做圣爷嘛 我感激了 我看我看 我说 我就好过一款式啊 你知道吗 我说 每次讨到这个 我说怎么会这样 只是说 我们就了解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境 我们要怎么转念 不是说 叫我们去过一种生活 所以我们来看看 人生的困惑 很大的程度 就蕴藏在哪里 命 你有感觉到吗 命 现在我们很多 我常常去问那 我不知道 大家有一些朋友 刚才有一些事情 自己不明理 对吧 一天到晚去问那 有的没的 那个命 很多的 人生困惑很多 就在一个 命就在一个 很吊诡 你会觉得 你没法了解 我眼前是怎样吗 一口气没来 我们就已经 大家说 这谢讲师 笑话笑话啊 对吧 我如果在这里 说到一半 倒下去 你们大家早聊聊 快来看 看那 农民 你今天什么日子 不知道让他刷到吗 对吧 我那时 大家说 这个人不错 一口气没来 大家早点 说实在 所以这种呢 你就想想看 讲到这个命呢 命又怨 有命就有怨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那你命 就像先天的 我们跟我们的 兄弟姊妹那 先天结下了这个命 怨 我们就要 有的人命很好 你看 先天出生命很好 怨不好 那一台车 开兵士车 你骑去不平的路上 要不要慢慢开 也要慢慢开 有的人命不好 怨很好 我们如果好啊 就转转一些怨嘛 怨很好 虽然我的车子是比较差的车子 但是我开在高速公路嘛 开得嚇嚇叫 对吧 所以说呢 那就是你的运 那你要怎么转 那我要从我的信念去转 对吧 好过坏过 不一定是物资 我们就吃 稍微吃得够就好了 现在吃都是负担嘛 都吃太多嘛 像我们 哇 那些 你说是这个 这个什么生机饮食 这说来说去 现在真的生机饮食 可能有什么没多 你要想 也是不容易 大家都标榜一个生机饮食 吃到那边去 我们那边有个讲师 是台大病植物 海博士 这个廖讲师 很多讲究竟的嘛 他自己认识 那个博士 在宜蘭大学教授 他在看到我都说 告诉我 那孜丰葡萄 不吃 什么不吃 我没有補充东西吃 因为他是念那个 都到南部 这南部中部 去辅导那个 辅导那个 种那些水果 还是什么 他说那生机 他说是煮煮的 吃 比较 比较 为什么你知道 他说 你看到 那里面都农油 都带的 根筋里面 所以生出来 是说什么 那些基因作物 那些 你想 那基因作物 连那糖就不敢吃 有没有 很漂亮 玉米那些东西 糖就不吃 人比那糖厉害 是不是 吃都没问题 所以 所以人 讲到这个命 讲到这个命 有时候 很多人会去愿 那么在先情诸子 就是 先情诸子 就是战国时代 那些诸子百家 他对命 大家 说的都不一样 鲁家第一个认为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所以这个直下讲的 所以他觉得命 是胜天给你的 孔子本身也讲 五十之天命 总的来说 孔夫子对天命 是敬畏的态度 不知天命 无以为君子 不知天命的人 是小人 所以小人 也不是我们想象 讲的 那些 他如这就说 再去就说过了 君子亦亦亦 小人亦亦亦 我们如果说 一个人 只为自己很自私 那就叫小人 不一定说 要把太人 放回头天的东西 这样就叫小人 所以说 他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孔夫子一生 喊严命 只喊严命 所以说 我跟你说到这个 莫子 就主张非命 莫子 那莫家 不怕死的 你们看过刘德华 莫公 我很爱看电影 你知道吗 每岁我也看过 但是 赤壁 赤壁 那拍照 看没几分之后 就看不下去了 那让李安 拍片 一定会很好看 赤壁 有以前香港人 就比较无文化内涵 你知道吗 台下天翻地覆 台下 软七八糟 不知道在台下 就是那个 林志玲 说要唱奥运的歌曲 唱到 让人回屏 那唱童谣 林志玲 的瞎就那音了 演赤壁 所以 刘德华 演过一部 叫做莫公 那篇 你各位看一下 就知道这个莫子 鲁莫之珍 里面 鲁家 莫子 指责 指责 鲁家 有一条就是 以命为有 立命缓平 而好聚 所以说 在这里 莫子根本不承认 有命这回事 非命 就是我公然要抗命 这是莫子的 莫家的概念 所以说 向命对抗 所以他莫子 可以几十个人 百把个人 赴汤 倒火 在所不辞 法家就不是 法家认为 天有大命 人有大命 他们关心的 就怎么样子 法家 一条君主 他用什么呢 来控制人的命 用富贵公民 公侯将相的位置 来控制人的命 你知道吗 人就为了君主 卖命的去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能看 有的人认为 命不可能改变 那么谁呢 就是这个庄子 他认为 人只能用 旷达的态度 来对待自己的命 庄子的概念 认为说 命很难改 不过你也没 诅咒你的命 你用旷达的心态 来安齐 性命之情 他会感觉 安齐性命之情 哀乐不能入 那庄子呢 他认为难改 但是他呢 也并不是说 我就听天由命 他也没有这样 他一世人 你看 他曾经作为七元礼 就有菜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以前是去欧贵 割七的七元 那个七树 大家知道吗 油漆 油漆 油漆的那个 那个重油漆的树 七元 七元 很小的一个官 生活困窘 有一次呢 这个庄子呢 就家没米了 你知道吗 没有米了 他就准备买去 把那个黄河 黄河那个做小小的一段 管理一段 黄河的那个小小的官 他有朋友 他呢 就准备呢 怎么样子呢 要去借贷 你看哦 庄子的面相 长得什么样 你知道吗 面黄肌瘦 暗棍 那是断断 这样哦 你想他三餐不济嘛 他知草邪为生 啊不过几次 人家那个国王派使者 来找他的时候呢 啊他都穿那个 连绑袋子的鞋子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想都没有 自己知草鞋 连个鞋子都穿不起 太荒唐了啦 啊没人这样 可是事实上 他的记载里面 庄子整本书里面 他那篇 那篇刚才讲的这些呢 没有写这个 但是外篇杂篇 很多都是描述他的一生的 他一辈子生活很困苦 他穷到什么程度 知草鞋为生 他要把人救救牛 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打补丁的 都是扑的 结果呢 有一回他要去借这个粮食的时候呢 他的朋友说 刚过完年哦 他朋友说 啊等到我去 你现在要来救钱 没有啦 等到年底 我们公司那时候 发年终奖金的时候 这么救你 那庄子他最高端的一点 就是说他骂人 从不带一个张智 你知道吗 他也没说起刀子 如果有的人就很气 说这样没要救就好了 说到那里去对吧 结果 庄子就回过头来讲说 啊 那边就落大火 就车子经过的地方不是会有凹洞吗 那个叫车厕嘛 车子 一个厕 车厕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骨髓 在那 就听到 听到有一个声 说叫我啦 叫名叫名啦 我向前去 看清楚 是一条鱼啦 结果呢 那个鱼呢 就说是麻烦你救我呢 给我一杯水就好了 我 我要来你们家我就跟他说 不然我去 淡水河还是这个高雄 爱河的水呢 乌山头水库去 引那个水来给你 来来救你啦 那个鱼就弃到说 这样就不用啦 这样你名才来 菜池那个鱼干市场来找我好了 我等你去 去到那 乌山头水库 南华水库就不够了啦 所以各位呢 就是说 他讲的意思是说 他 是不是啊 要跟你借个米 你就给我借一点 我就能够顶住了 结果你讲到这儿 所以说 他要反驳人家 他也不 不会说很没风度 他一样的说 他终其一生 都跟统治者分庭抗礼 他不卑躬屈 而且他强调在庄子秋水里面呢 他把宰相的位置呢 都看成什么呢 那个暖气的草鸟气就对啦 有一次呢 那个谁呢 惠师啊 派整个人来找庄子 你知道吗 因为惠子 你看看很好笑就是说 庄子一生没有任何公民 过得散义 不过一世人 同好的朋友 同学说 辩论又是最 彼此呢 旗鼓相当的 就是惠师 惠师这个人呢 他影响整个惠国二十几年 惠国啊 你会发现说 很奇怪 有人问朱子嘛 朱熙啊 说 为什么庄子跟孟子 同一个时间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魏惠王 梁惠王 梁惠王 手不远千里而来 你会记不过 梁惠王就是 这个魏惠王是同一个人 在这个惠师 惠师在那里当宰相 当了二十几年 他是很有身份地位的 有一次惠师就听到 里面就有人传谣言说 庄子要来抢你的 这个宰相的位置 惠师就派人 派人呢 整全国收补 结果呢 庄子自己跑去找惠师 说 你怎么知道 有一款凤凰 他不是梧桐树的 他不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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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停下来 过夜 这样你知道吗 不是那种 李泉 他不喝 今天 他就说了 有一天呢 这只凤凰呢 他要去南方的时候 楼上就堵到一只猫头鹰 那只猫头鹰 叼着一只死掉的臭老鼠呢 看到这只凤凰 叼中说凤凰要唱那只猩猩 所以就很快就咬一声 结果那猩猩猩 掉到水里面去 你知道吗 结果会是听一个 拍摄一个 不小心摸 快回去 没要再抓他的麻烦 知道意思吗 这样知道吗 就是说他呢 把这些金银财宝 还是地位什么的呢 让他看起来 就根本就不值得一顾的 所以呢 他把富贵公民 当作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 所以呢 他尤其呢 他有一个叫潮商的 潮商的那个人很无耻 而且只会拍马屁 所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官位 他呢 是他呢 他那种洞察力 跟他的官罩的那种 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结果呢 他比喻什么呢 窃国者 他说百姓啊 去偷了一根铁丝啊 窃珠 窃勾者猪 一根小铁丝 偷了都要去砍头 但是窃国者猴啊 猪猴呢 是偷了整个国家的 反而当国王 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次更好笑的呢 就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回 他呢路过哪里呢 就是潮商 那个人呢 哇 国王派他出去的时候 给他两部车 马车 他就很厉害的 路过庄子的门口 就去炫耀一下 炫耀一下 结果呢 去了秦王那里之后呢 得到五十部车子 一百部车子回来 他又更了不起了嘛 他就飞 更是需要到 到那个谁呢 那个 庄子的面前去炫耀一下 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讲呢 身在穷相里面 穷困到靠那个 枝草鞋为生 瘦的脖子长长的 面黄肌瘦 面带菜色 这个是你庄先生的长处 你知道吗 那是我 曹先生不详的 但是一见到国王 万胜之主呢 那能够得车百尘 得到一百部的车子 这个就是我 潮商的能耐 你知道吗 他就很欢迎的 那庄子就很镇定 很镇定的 他也没收起来 没什么 就说我听说 情网有胖变的时候 叫他先来 如果帮他破痣瘡的呢 挤农挤农仓的 可以得一部车 那如果说舔痣瘡的 可以得五部车 自得越是背下的 得的车越多 他说你看 你能得到一百台车 你这种人是什么人 这样你知道吗 他讲到一文不值 所以清代的流凤袍 他就说 庄子嬉笑怒骂 这文章 举世悠悠 你如果看到庄子 说实在笑事 我跟你说 你哪看哪笑 你如果心情败的时候 你看庄子 你一时心情就没闹着 实在是他的反应那些 所以说他就是用野鱼的态度 去攻击挖苦那些权贵之人 所以说他的那种清高跟孤傲 很难去理解 所以说对后世的人产生很多影视 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 所以说他自己一生当中过得很好 所以在《史记列传》里面也有记录到 就是刚才讲的 楚威王派人拿了很多金钱去 去请他为宰相 结果庄舟就告诉这个使者说 千金重力宰相 这种位置是非常尊贵的 但是你没看到吗 在交际的时候春秋两季 那羽啊 羽啊这样 新枯啊这样 披着很漂亮的锦绣 是不是啊 到处里来一台 路太庄要来一台 就像台独公一样 那独公不是我 哪是这样 给他刺得很大 又吹电风 跟人的待遇没两样 时间到处就要抬 所以说 他就说你看看 当路太庄牵进去的时候 他想要说 变想要恢复到那个山里面去 当做一头自由自在的野牛 敢不可能 不可能嘛 同样嘛 他就说跟那个乌龟也一样 是不是啊 乌龟 你说放的太庄 让他摆得好 还是说在烂泥巴里面 游泳比较好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那种子呢 就这样跟死者问 死者就说 当然是我 拽着尾巴在烂泥巴里面 游的比较自在 是不是 所以庄子 留给我们三十三篇的短文 我们看到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一角 一小段而已 他呢 永远都在高空之上 俯瞰 云云众生 你看他所属的时代 刚才讲的 韩兆卫处焉齐情 七国征战的时代 互相兼并 最激烈 战国时代呢 那时候人命不值钱 人命如草芥 百姓受苦受难 所以呢 他看到这些 为政者 就是为了自己的权贵 根本就不把人当一回事 所以说呢 他了解了 很多人以为他必事 不是的 他只是不想以暴力 以暴力去迎娶暴力 他不想用这种手段 所以说呢 他在这里呢 就像那个老子里面讲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其实他不是躲避社会的矛盾 而是怎么样子呢 他呢 就用很回谐的态度 用回于回的态度 来跟大家那一个 所以说呢 那么庄子呢 他有预言 有重言 你看他里面借了很多 孔夫子孟子的话 来 孔夫子的话 孔夫子跟三千弟子的话 来表示说 我不是欧背说的 他有一回 他就借孔子的 师生之间的对话 来道出他心里面的话 古之得道者 穷亦乐 通亦乐 不是乐穷通 而是乐道不舍 就是犹豫匡 送人来围 有没有 以为他是环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呢 玄歌不错 那子路呢 进去就戏转转说 你做一个滚煮 让人汗来汗去 又让人汗到这样 我们大家搅到要四十天 没有开火 你又好意思 又在那谈情 君子 敢有人滚煮做成这样 就已经是 没什么话不说的 所以说呢 他就 就问他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庄子呢 不是 孔子啦 因为他是庄子 借孔子的话来讲 这时候孔子就 找他来 他说 我告诉你子路 其实我也必会穷 我也我也没想要散账 我也没想要 一个敢让人帮到 黄黄如上家之权 我相信孔子 他如果当 不是当过 鲁钩师扣什么的 没多久 只是那个时候生不逢死 其实他也不愿意这样 对不对 他就讲 我会穷 也很久了 我必会穷 也很久了 但是不能免 那个是命 我也想要通达 但是又得不到 那个死也 有没有 我们不是讲命也死也 他就讲 遥顺的时候 天底下没有穷困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 都这么聪明 节奏 那个时候是昏均 天底下 没有一个通达的人 也不是那些 那些人都很笨 是实事实难 这样各位清楚吗 这很重要 我们如果处事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受到一些挫折 是人家说没法去 去那个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着 没问题 人家孔子就发着这样 他说水行不必交融者 沉的水里面 不怕 不怕沙鱼 交融者 这个是渔夫之勇 你走在路上 你走在路上 不怕老虎那些的 猎夫之勇 白刃交于前 适死若生 猎势之勇 穷之有命 通之有礼 有时 灵难而不拒 这个才是圣人之勇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死也 孕也 但是穷 困 那是命 那你要通达 那个也有死孕的 你如果了解 灵大难 你不会说是辩解 是不是 后学讲说 我就很欣赏 历史上那些 那些 那些 忠诚烈士 你知道 为了文天雄 文天翔 不是很有名 我就从国中 背了他的正气歌以后 我整死人 都对他恋恋不忘 我就拼到吉安去 你知道吗 江西吉安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有他的文天翔纪念馆 那个气势 好像后学 那个孔炎热处里面 因为 有一个书院 白鹿洲书院 是他念书的地方 所以后学 去白鹿洲书院的时候 也有就 又另外 搭另一条线 又跑到这个 文天翔纪念馆去 那个气势很好 那文天翔 那个雕像 做得非常有气势 他的正气歌 整个碑文都在前面 我说我也站那边 给他唱鬼包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很好 所以一个人 能够临大难而不便捷 非常不容易 比方说 后学一再强调 说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真的碰到 那个节骨炎的时候 所以他就告诉子路 是这么一回事 他不恐惧 结果没多久 人家知道 他不是养府 所以说 大家就退了 所以 那么 人都有 必会穷困 而想要求通达的这种倾向 不是这样 这人之常情 但是当你明白了 穷困通达 这个呢 在这一生 有时候不是说 你要求就求 你如果没有那时运的时候 你较厉害也没效 有财经的人坐 不是这样 所以 现实的时宜 抽象的命 都制约着你这一生的行 这一生的过程 所以只有修道 修道并不是说 我就可以贪很多钱 我就可以富贵公民 不是 因为你修道 你转了念头之后 相对的 你周遭的阴言也转了 同不 我们修道的 总是比外面的好多了 是不是 那我们教的都 像好像我们外面 也没什么 教那些外面的朋友了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自己变得很奇怪 还好 是不是 只是说 但是久而久之 你那物以类聚 确实外面的那种 一些人 当然我们还是要深入社会 因为你要去赌人 但就比较 外面的一些人 如果较流离流气 我们就会感觉说 那气息就没法融合 久了可能 多少会这样 可是在这里 就一再强调 那庄子也知道 这个整个的 来去 对庄子来讲 他最高端的一点 就是说 他了解 死 了解怨 这个没有办法去掌握 他也了解生跟死 这个东西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孙生 实死 实死 生生 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知道 人来 就是这样 扛手来 也是扛手回来 所以说 在这里 他对这个 人世间的一切 他就会 非常的 怎么样子 豁达的那种 心态来看 所以这庄子 他一生 就讲 到最后 是不是 不知手中 他一生 以物质来讲 跟现实的社会来讲 他的生活 过得并不是很顺遂 他也无所厌言 这就是他的生平 我们来讲说 是刚才讲到的 要不然 我们来先讲 逍遥游好了 因为这篇手 介绍了 各位前前 以后回去看 就很容易 这个云水三千 的第一篇里面 这一本书里面 各位回去 你根据憨山大师 他的注解 憨山大师的注解 新闻风出版社 有出 不过都是 没有标点符号 后学就要看 没有标点符号 自己来 他这一篇的篇手 讲到逍遥游 庄子他一开头 他有讲 言有中 事有君 他整个立言的根本 就在这里 逍遥广大 你知道 他很心胸广大 自在 刚才讲的 无碍解脱 佛经无碍解脱 也就是说 你能够 超越这个物雷 一生 我们哪有那么多 我们就每天围着三重 一生公民 那就不能解脱了 所以说 庄子告诉我们 最终你只有无所带 所以他分了好几个层次 那个鹏鸟 他九万里飞 他还是有所带 他要带 那个运 那个风 风要够大 他才飞得起来 就像我们半岛 那也有倒运 如果说倒影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斑 要斑 你怎么斑 斑没 有这个倒运的时候 所以庄子 他一飞九万里的时候 那个风要够大 庄子第一篇就讲 风不够大 撑不起他这么大的翅膀 那么中途他就会掉下来 他要到遥远的南方去 不容易 所以说在这里 那庄子他的重点 到最后就是到 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也 那个境界只有真人 智人 神人 才能够了解的这个 他这里面讲了三种圣人 三种神人 智人无己 圣人无功 神人无名 他这整个主轴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这一段里面 刚才讲到 他一开头 他就讲 由这个大鹏鸟 他飞向遥远的南方 那时候就有一些麻雀 大家知道麻雀吗 麻雀 大家知道这个麻雀 这个麻雀就看到那个大鹏鸟 就觉得说 那只大鹏鸟也有够没了 他要跪到那边 去冲什么 对不 那小麻雀呢 我就在那个 那个矮矮的灌木林里面 要是说屋檐底下 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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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说要 你要这么大的翅膀 要这么大的风来顶住你 就是你的内德 你要度人 你说你很有很大公道 你内德也要够 你也要赔一样 外公跟内德 为什么要要一起的原因 所以说一般的人 在庄子的世界里面 下虫不可与兵 有没有 会孤 不知悔朔 就是说下虫 夏天他只有生一个 一个季度的那个下虫 不可 你跟他讲这个冰 冷冷 怎么怎么他听不 那会孤 就是早上生 晚上就死的那个 那个什么 种子 那个寒蝉一样的东西 你跟他讲 越有殷勤缘缺 有没有 此事古男犬 但愿能长久 他说你笑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他的观念里面 他基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 就讲到说 井蛙不可与海 居于虚 他的空间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有一天 河博 有没有 黄河的那个河博 有一天 秋天的时候 是迅期 大水的时候 那些河博 很自以为是 就哇 不得了 你看那个黄河 东河 西河 都看不到边边 你知道吗 水有够多 他就顺着 黄河都下去 一到了北海 吓了一跳 说 那个锅 还很大 你知道吗 这时候河博才告诉他 就井蛙不可与海 有一天那个井蛙 很欢喜 走出来 他就叫那个乌龟 说来我们家坐坐 结果海上的乌龟 一只卡都打不下去 你知道吗 你乌龟 那个井蛙在里面 你跟他说 天蛙大 对他来说 他的空间就这么小 井蛙不可 不可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夏虫不可与兵 拘一时也 他的时间就是这么短 取势不可言 不可言到 树一教也 有一些人 你跟他说 这堵拢好 堵拢好 他会自己有一个 束缚的时候 你跟他怎么说 他都没效 都听不下去 所以说 在这一篇 整篇他讲的就是 你这只狂鸟的内德 他先宁神 早上讲的气 行 神 宁神很重要 他整篇 神能宁 意就逍遥 这个宁神 其实庄子里面 他都有在教我们 一些功夫的东西 大家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 无头行 敢不听过 我们走到哪里 都喜欢东张西望 对不对 走到哪里 这么胖 我们常常说 二月大 像我们有时候 好像 什么东西呢 放在哪里 老是忘了 在那 在那 忧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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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放在那里 怎么都怎么 其实为什么你知道 就是如果我们有内敛 有宁神 经常有守旋 你就不会这样 你知道不 因为你 当然会随着这个肉体 越来越年长 我们我们的一些外在的那个神就越散 我们如果没有修道 有人就这样 所以很重要 这个我们求得到 如果坐车有时间 三宝梦念 最少那个宁神功夫 一个你神宁 你会不会常常去驚车到 就不会去出一些窒 你知道吗 说到这个 但是有时候讲到业力来临的时候 是万牛莫丸 说实在 你说 这说到两年前 我就答应 人去闻来 讲经 有一个 那些老师一讲完 佛法概论 我就上去又帮他再补充一下 补充完了 就补充到 目见连尊者 什么 什么夜历来临的时候 万牛莫丸 什么 目见连尊者神通地义 结果被打成肉酱 他的师兄弟在入定的时候 他就去 他就进入 他师兄弟的梦中 他师兄弟就问他说 你是十大弟子里面的 神通地义 被打成肉酱 不是很丢脸吗 我师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神通地义 你的神通哪里去了 目见连尊者就告诉他的师兄弟说 当夜历来临的时候 神都不见 来得通 这样你知道吗 结果我才去跟他讲这个 讲到 结果好久回来台湾 结果第二天 就在睡午觉的时候 就接到一张电话 说你的电话没高 说要叫我卡一个电话 那个荷卫 我就去卡 你知道吗 卡完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讲八讲 说叫我 说什么 我的名字就让人家去 被人家拿去做什么开公司 让人家怎么办 反正我怎么没收到 那是诈骗集团 叫我怎么办 叫我赚四十万 说怎么 不知道就是弄什么密码 说要放什么副头 那时候就让人家去做那些 还有高雄 前政区 还有那个荷卫 就弄一弄 好了 那个晚上呢 我有答 就是我们那个 祝佛堂前前回来呢 他都念法律系的嘛 我也没讲 我就说今天出一个很大的事 说要让人起诉 还有什么 我没这样说的 你看 那个人骗我说要被起诉 我整个书就很怕民意受损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怕书就来抠书 说实在这很准 你如果说什么 你中奖那些 我就没得到 到那里了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我一听到呢 好 那个晚上我就 他们回来 我就讲说 今天你一件事很大 我自己坐在那里想想 我如果说这事改革 我每年 又大英 跟我们去文莱 公经 这样你知道吗 这个念头 跟他想完而已 我就想去想说 如果提款卡 去楼下 看 我想说 那帐还在不在 你知道吗 那资还在吗 一个用提款卡 去查的时候 那资都给人家专照了 四十万 都给人家专照了 结果呢 转转走了 那个晚上回来呢 我就只好老师跟 跟那个 那个住在佛堂的 那个前嫌讲 那个了解讲 我就跟他讲 那个了解就跟我们批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们批 说 那么多念法律系的 就不会打电话来问吗 我说 我哪会丟门 敢不让人骗 对不对 他就批我妹妹 跟他起砍砍 我就说 我别在睡了 他说 那时候才八点 他说 什么 你那四十万一 就没去 这样还睡得去 我说 只要让人骗 不睡 对不对 来报道顿来 这样才会负 他就跟我交代 说 你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 我说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说那个 银行 那个要去报 什么金柴局 我都不知道 我告诉他了解 我跟他说 你明天先去 银行指负 我说 指什么负就没去 又指负 他说 同伴下一个 不要受害 我说 这样有道理 我还要去金柴局 我说好了 我明天知道 我去金柴局 这样 结果一大早 我就跑到银行去 我就说 跟人说 那种事 人家在办 里面有一个经理 一个困到 很重严 就出来 我就说 我说 就给人骗 怎么 那个银行的 那个专员在那里 听我说 那经理 他看了也觉得很好笑 他说 你给人骗四十万 他说 你收得很好 我说 平常我是 起身六地 我说 这次做到事情 我才去 去文莱跟他说 他说到什么 业力来流 万牛莫远 说到这样 结果 撩那四十万 在银行 跟他说 百点钟 哈哈哈哈 那经理 出门两三次 一直给他看 说 你看 都看不出来 你又这样 笑 我说 就紙就撩撩 起了 不就很欢喜 结果 好 又跑到那个 警察局去报案 还把警察 说 说四十分钱的 看 我就说 你来无台无资 你来四十万 你跟他说 一点钱 所以各位前选 你要想到 人 有时候 你 那就是 没头行 你知道吗 你看 睡午觉 突然之间 接到电话 那诈骗集团 很聰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 你就 过人 你就 照他的话 就 我回家 也说 我那时候就说 你可能就在台湾 不知道现在诈骗集团 那厉害 他们也没笑 我就说 大家想说 怎么可能 我说天底下 就是什么可能 后来 过几天 我们老板呢 去大陆的时候 他都会带报纸过去 结果一个 我看到 我就 去台湾老板说 我这四十万而已 还算不错 你看这个退休老师 说 会了十次 四百六 六多万 你看 一会十次 又在会 我那天晚上就 坐在那里 说 我如果 台湾改 我过去 跟他们说 经 这样就去 受到 不知道会 让人骗 不然 自头到 都没有 几个点 都不知道 让人骗 你知道吗 所以 大家 这样 知道吗 你有 每天 受到 那 跟他们说 去 导 人 这样都 没 让人骗 是不是这样 当然 这个真的 就是 有些事情 你发生 可是 我自己 想一想 有 过关 没有过关 这样 在这 就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因为你 你也没感觉 说怎么 不对 说 有那些 没较好 没有那些 也没感觉 什么 改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怎么 也那 对吧 所以还好 就是说 那我们个性 也比较不是 那么 那个 所以说 神 很重要 我们如果 自己 有法 界定会 那个会 光 够 我们定 定 宁神 所以一个 逍遥无为 一起 透过这个 功夫之后 才逍遥无为 人不能逍遥 就讲 因为有为 有为 有功名 有自己 是不是 为了这些东西 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刚才讲的 因为 受贵 有路由 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有路由 你知道吗 感觉别人都不如我 这样 不才会有那么多事 对吧 我们 如果 那种 庄子 用 无用之用 不财 之财 世间处 怎么会有那么多事 那差很多 所以说 所以说 他这里讲到 所以说 他神灵 最后才能够 在那个树下 在那个树下 悠游自在 悠游自在 所以说 庄子 他怕人家不明白 这个油 油又有大小的油 就讲 大棚鸟是大油 对不对 那只小的那大 但是 小麻雀 在那笑 那个大棚鸟 说 我就削一个 削一个 屋檐下这样就好了 看你这样 没需要 所以说 一直小知小见的人 你知道 所以庄子的世界里面 很可爱 等一下他跟你讲 有八千 活了 那个八千年为春 八千年为秋的 那种大树 还有呢 你说人 如果以人来讲 彭祖八百会 已经算很长小的 不过 跟这八千年 一个春 八千年 一个秋的 算起来万人年 是不是 这个大树来比 我们人是很无忌忌 如果说要拼 那个漏地的 那个会修 是很无忌忌 比不上 可是重点就是 我们的神 我们的才是 不随着世间的 是非毁育 人说一个 怎么就怎么 我们这样很迫 所以今天修道 你如果豁达 听一听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 一定都有人事问题 候选 相信 所以 陆长庚 它是道家的一个 一个一代的 不知道哪一派的 一个祖师 他就讲 人必须立其大 就 必大其心 立 就是早上讲 路向三夫子 立一个心 你心就抓不住 所以怕你受到 知道心里在哪里 所以要常做功夫 才可以路到 所以说 以逍遥游 游是跟天地来游 不是你的肉体 那种游 所以老子 是生生不息 以生险道 庄子则以画明道 以画 这个画字来明道 开宗明义 坤化为棚 点破他的 内圣外王的 这个功夫 不知几千里 所以就讲说 外王的功夫 就是翅膀打开 飞向遥远的南方 但是内德 已经在 在那个 那个 北明 北方的池子里面 那个坤 那条大鱼 他已经内圣的功夫 所以内德够 所以呢 他才能够怎么样 九万里 而中途 不会掉下来 不会那个 所以说呢 他云水三千呢 怎么样 就是度 度 庇护 云云众生 那个世界 你也就 这样 把它合起来 你去想象 那个世界 是非常规律 非常深远 非常气魄 气势 磅礴的一个境界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呢 各位前学呢 慢慢的呢 去了解 那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不需要 去护 那种 招生牧死 还是小麻雀 有人就讲说 小麻雀 这样也没错 当然不能说 谁对谁错 庄子 也是要 趁 趁这个 才那个 趁这个怨 还是有所带 所以庄子最后讲 唯有趁天地之正 由于无穷 这个才是 真正的逍遥 这大鹏鸟 跟这个小麻雀 这些 全部都 都是还是有所带 唯有呢 庄子的神游 讲到最后 天地的正气 这个才是 无所带的 这个才是那个 所以说呢 那么 昆蓬的这个预言故事 我们常常祝福人家 蓬城万里 什么的 没有 都是这个 这个蓬鸟的 从这里来的 所以蓬鸟的预言故事呢 它的关键不是在知识 不是说你底线 拦拦拦拦拦 而在眼界 大家知道吗 光有知识 有时候还迷惑你呢 知识有时候还害人呢 知识还会障碍呢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告诉我们的 人的习惯呢 习惯说的境界呢 怎么样 眼界就是境界嘛 所以说呢 不在知识 在这个庄子的世界里面 刚才讲 它点开大小之变 它突出的就是眼界的高低 眼界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九万里 所以说呢 当你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人在九万里高空 看到的世间呢 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啊 世间的一切 像野马尘埃 庄子的那个文章里面 都写到 各式各样都不动 都融合在这个 这个高空的光芒里面呢 没有固定的东西 所以昆化为棚 到处还可以 庄舟化为蝴蝶 这整个世界都是流动的 到最后 你知道吗 那是一个 无可执着的一个世界 在那里呢 所以那个 知顿呢 一个出家的修行者 他认为呢 他认为啦 他不认 他觉得那郭相 各位知道 有一个学者 他认为适性 顺他的本性 这种适合适遥 这样对 不是哦 帅性之位道 是帅先天本性 那不是说 我刚才就这样啊 所以说 我帅性给他道 你要恢复本性 那个才是道嘛 所以郭相助解 适性 就顺着他的性情 这个就是 就是逍遥的话 那知顿认为不合理 坏人 他只要满足 他的凶残的本性 这样就逍遥 这样有道理 我坏人 我就要抬人 我就要放会 这样我就顺我的心 我就逍遥就好了 所以没道理啦 所以说呢 郭相的 那个呢 知顿呢 就反驳他 所以说呢 那庄生呢 他呢 就借着这个小麻雀 这些来比喻 这个大鹏鸟 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 能够想象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整个的 在历史上 陈玄英 一些 也是一个法师 还有呢 这宋朝 后学后面呢 这有 有 有附入 历代名家住呢 各位前嫌呢 有空的时候 回去一段一段的看呢 你对整个的 整个的 庄子的那种 那个 那个主轴啊 就就能够掌握得很好 那么 王安石的儿子呢 在认为这个道 道呢 是绝对虚无的东西 当然没有办法 用眼前的这个来看到 那昆蓬呢 他一定要有一个 先有一个大池子 来涵养他的内德 昆蓬化了之后呢 你看 如果你要到 很遥远的地方 你要准备 六个月的粮食 那小麻雀说 我只要一天来往 那我就中午吃饱就好嘛 准备中午的便当就好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只要 如果是人 或是物 他现象看得到的 他都有所制约 他都有所障碍 唯有呢 到最后呢 我们知道说 像昆化为棚之后 那最后成天地之阵 能够逍遥于无穷 很重要 所以最后 他只讲到 智人无己 刚才讲到的就说 那个 有一回呢 那个谁呢 慧师 慧师就说 你装子说一些 这些什么大大小小 要说到这样 这样 没人听有的东西 说到那么大 说到那些事件 都没人 我都理解 他就说 有一天就跟 那个 那个庄子这样讲 庄子就讲说 有一个人 他家里头 世世代代 都在漂布 漂染布 大家知道吗 这步的时候要粘布嘛 为什么那家人会在染布 因为他家有那个 插富贵手的油就对了 那油啊 那药膏很好用 所以呢 那粘布的时候 那些药 那种药膏的那些东西 很毒的 我手 拆那些油就没破了嘛 所以说 那庄子 世世代代都在染布 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天 吴国跟越国 战争的时候 就跑来 有一个人就跑来 用千金 跟他买这个秘方 这一家人 想说 我们几代的人 在染布 也没有得到这么多钱 就把这种秘方 卖给他 可以得到几千金 我们家里 就不用再染布 做得疼得要死 你看 这个人呢 就把这个秘方呢 这个不归 不归劣手的 这个富贵手的 要的秘方呢 就提一献给吴国 你知道吗 结果吴国的人呢 就擦了这个药之后呢 冬天去战争的时候呢 在搭船啊 在水战的时候呢 结果大家手都没冰 对吧 也没那种 就都打战胜了 这个人送药去的人 就封了一个很大的官 你看同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呢 那些鸡灰 整个四都在那 在那边 念布 念到没穿车 只有这 那这个人哪去呢 他就得到这么大的那一个 结果有一天呢 那个谁呢 那个会师呢 就跟庄子说了 你说一些那些 那些没效 他说 那卫王呢 那国王啊 没台没机 我送我一只笔子的种子 我就说那种子 那种 生一只笔子 很大这 那大得受理破 他说 那要打开来抵水 你拿不起来嘛 你知道吗 放在那边 还顶尾 你要拿东西 还收担的东西 还没办法 那个笔子 大家还知道 小时候好像 那个没有塑胶的时候 不是挖那个笔子 来做水瓢吗 结果一说 越看越漆 这样装那笔子 越来越大历 起到我就跟他说一说看 那个庄子就说 你就不知道 你这个有朋之心 你的心就测测了 有朋之心 不知道 好像 就知道这么大历 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要把他打开 把他来里面抹青 人家坐在那边 那边 海边 动作准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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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自在 这个 你就是 不知道 这个大 只知道 就是说 你这个大到 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 你的人 起来 这棗 他就说 这大棵的这棵树 我就 我就怎么样子 把这个树 你看看 那个树 树在那个路边 是不是 有的人说 那没路由 怎么怎么 也有一张树 会师的那个时候 就在讲 说有一张树 那也没路由 那张树 就怎么你知道 那树 你说 他的树干 树干都这样 一串一串 你要做什么东西 也不做 要做冠叉水 冷气 那植没刚好 去沾到这个叶子 植就冷气了 你知道吗 那植枝就冷气了 平下 那植到这个树 就植三天 你知道 他做门 就让糖酒 老汤 你知道吗 他说那张树 有没有路由 他就说 你知道有路由 不知道没路由 因为那张树 没路由 所以他树在乌合 有支枪 我就是在那谈情 在那里 很轻松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看 只有一个庄子 他很明白 这些东西之后 他知道怎么逍遥 怎么来用 这面条 会师就知道用辩解 所以才会有 这个鱼 在那里悠悠自在 会师永远把人 跟天是分开的 而谁呢 庄子 他永远是天人合一的 他以自己的那个 生生不息之际 去感应到那个鱼 他也很高兴 不知他跪到 很好学 所以说 在这里呢 让我们知道 这一本书 他最后讲到 智人无几 这一本庄子 是明道之书 他是跟我们公大道 给我们名利 这个度的 这个词 开宗明义 告诉世人 众人不得逍遥 因为怎么样 他的病根 他的病经理 你知道吗 事与欲望太多 我们所需要的不多 但是呢 想要的很多 是不是这样 每一行买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有时候买买回去 他一段时间 没静静 过去书境 是不是啊 刚才看得很漂亮 其实买回来 没多一行 会用的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前嫌 在这里呢 我们就很多 也就看到什么漂亮 就买回来 所以明眼然 我们想到 了解了呢 就去掉 我们的一些欲望 可以越久越厚 不存我见 我公我明 跟大道同体 那这样 就看到 世君子 一定要有一种 气节 就是正义 千刃刚 卓足万里流 可以这样 你祖连海阔 怎么样 虫鱼要 那么天空 任鸟飞 你这样 走到哪里 都很好 无路而不自得 所以呢 大丈夫呢 也要有此 气度 我们身处的环境 是很激烈 这世间 现在是地狗坏坏了 对不对 大家都有压力一定 但是 我们要先学会的 你能够像 这个庄子的 这个昆蓬 化掉你一些东西之后呢 就算你不能像 大狂鸟一样 那么的悠游自在 但是呢 你学会调试 你的心灵 达到你心灵 同胞 不会小力 小名 不因为小挫折 而气馁 不可以成功 不要紧 我们就充实自己 如果先好好好 继续力量 自然就不会说 被竞争 我们就会淘汰 最后呢 我们路视 来人间市 路视的时候 我们也跟那庄子同样 你知道吗 像那牛台台台台的 不知道那牛 自己就死去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能够游刃有益 庄子 游刃有益 逍遥自在的境界 这样 给大家试困一下 因为这种 他拍一共 好 谢谢 一 再 谢谢 谢谢讲师 好 休息十分钟 再 谢谢讲师 好 各位前前 大家请坐 那么我们这一堂呢 来讲这个蝴蝶梦 这蝴蝶梦是最精彩 整个庄子里面最精彩的 习者庄舟梦为蝴蝶 徐徐兰蝴蝶也 这个书呢 是在六十二页 大家看一下呢 他呢 那个情境呢 自愈是至于不知周也 鹅兰绝也 则徐徐兰周也 不知周之为蝴蝶 以蝴蝶之梦为周宇 周宇蝴蝶必有分云 此位之物化 这个千载一梦 万化唯一呢 根据那个刘凤袍写的南华雪星编 奇物论里面呢 他就评断这一句 奇物论一篇最后出现的这个物化 是破分别最重要的一道力气 他打开了整道的视野 你知道吗 在这一部分 还有物质迁流变化的无限可能 所以呢 你不能执着 你不要去管他 到底是庄宗梦蝶 还是蝴蝶梦庄宗 你没关 这一段跟豪梁关羽 到底你不是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鱼的快乐的那一段 那个呢 实在是有底 欲取同工之妙 但是他的差别呢 就怎么样 关羽的时候是一片疾风 禅宗的一片疾风 那么在这里呢 就怎么样 魂轮元气 它是非常地 可以说是 那种充满了这种太和之气的 同一与妙 但这个泄露了 这个所谓的天地的奥妙 在奇物论里面 上升之一 最上升的一段的文章 因为在 木蝴蝶之前面 这木蝴蝶的前面 有一小段文章 是什么呢 王梁问井 不是你知道吗 王梁就是怎么样 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 影子 我们走阳光底下 有没有影子 那不是说我们没有影子 没这样对啊 对吧 影子外面还有一个 很薄的影子 影子有两种 有一种是正影 还有一种旁边 有一个薄薄的影 那个叫做王梁 王梁好像就类似模型 那种东西的意思 那王梁就问这个影子 就是影子的影子就问影子说 你很没有 很没有节操 刚才站起来 那个人站起来 你有队里站起来 那个人坐下 你有队里坐 我们怎么会说 走整宝 那娘都队没错 不这样 怕死人 所以呢 那这个影子就告诉这个 她的影子讲说 也不是我没有节操 那个人也很没有节操 其实他自己 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站起来 因为他站起来 坐下去 做任何事 他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在指挥他 大家都是 没有我们这肉体 你看人好好好 就是一口气没来 那真主人一走 一样四肢五关键权 也没有用 所以呢 他就讲了这一句话 说是那个人自己 也搞不清楚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呢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指挥他的 结果呢 清朝的轩隐先生 看完这一段之后呢 哇 和尚 把书合起来之后呢 大哭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大哭 他说你看看 看到这一段 他说世间本来没有我 突然 有了我之后 结果呢 到最后呢 我们就像怎么样 像嘎嘞一样 最后到底是 谁在牵这个线 谁在提这个线 所以呢 他想到这一段 他自己呢 就大哭 所以说 谁说庄子无情 能够让一个学者 看完奇悟论里面的 这一段呢 大哭 所以庄子是 真的是有情的 不是无情 那么 在这里呢 袁宏道呢 他讲过 梦中 浓翠 省时 不相续 你做梦的时候 你梦天梦地 梦到这样 有够座 你真心 跟我说 你梦什么 你也拿不出来 但梦中是很清楚 梦中你不可以说没有 省时又不可言有 虽有有无 来去无所 做梦就是这样 很 很那个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庄舟梦为蝴蝶 那个张朝呢 那个学者很好笑 他庄舟梦为蝴蝶 是庄舟的 很幸运 他梦为蝴蝶 蝴蝶梦为庄舟 就是蝴蝶的不幸 为什么呢 那蝴蝶梦为庄舟 以后 要来做人 是麻烦 所以这个呢 怎么样 张朝所讲的呢 但是呢 他是比较 比较那个 悲观的这种心态呢 我们来看 庄舟在憨梦中呢 化身为蝴蝶的时候 非常自在 是不是 他忘却了 人世间的 纷纷牢牢 不用去救命 不用去救粮食 不用知草学 所以很幸运 那时候的庄舟 就很幸运 蝴蝶会化为庄舟 就不是 人世间的 纷纷牢牢 一切 当然都跟着来 所以这个是不幸的 但是呢 这个是很有哲理 我们来看 这个梦 很麻烦的 李白 讲过 人生如梦 他是劝人呢 多多享受 是梦的人生 李后祖呢 是怎么样 梦里不知生事客 所以才一想 贪婚 每个人都会做梦 我们一夜 不要做过梦的 人敢有 敢有人 不要做过梦的 很少啦 可能是 多少人里面 找不到一个 你看 我们大家 都会做梦 甚至一夜 梦到 不知道天 不知道地 有没有 整晚都没睡 比在时子 还不容易 很多人这样 是不是 所以各位前前 这个是很麻烦的 睡觉就睡觉 你要告诉自己 睡觉 都不用出去 没空 所以呢 你看 整晚一连串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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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黄粮梦 梦黄粮是不是 哇 那个书生说 啊 我做梦做到做冠做到那大山 算了 算掉了 哪个情形以后都没 都一张空 所以黄粮梦 黄粮一梦放胃肠 妖精一子 精何在 素素聚末思量 白骨 黄秋 向地埋 黄粮梦 邯郸梦跟南科梦 都有点凄凉 梦后就觉得说 就现实跟人间差那多 咱咱你的梦中差那多 唯有庄舟的狐狸梦就不是了 这个梦不可言说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心里面永远的浪漫 你知道吗 为什么浪漫 浪漫到这段 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 他的梦不寻常 他从混沌 宇宙鸿蒙之初 一直开始的时候 到这段忘却身外的祸福一切 也连接着庄子自真 自善自美的人生 到最后他追求 梦虽然很远 但是在那当下 庄子怎么样 与万物并生 所以后学讲到这个 我非常记得这个庄子的 以天地一体 宇宙同根 天地一体 宇宙同根 我不与万物竞争 万物为我为一 我能以天地无极 天地以我并生 这是奇物论里面的一句话 我就这一句话数十的 我还没有求到 也很奇怪 就看到那个伯尔门三个字 那个佛光山那个伯尔门三个字 那时候后学没有道歉朋友那些 那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看到这三个字 就闪过这庄子奇物论里面的这一段话 后学回去就吃素 一年多以后才求到的 以前后学一餐没肉我吃不下 所以说那个东西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还是庄子 它梦的时候可以是蝴蝶 蝴蝶的生命跟庄子的生命 可以是一体两面的 你看也因为这个梦中的 非常快活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看这个庄子的蝴蝶 到九霄云外去悠悠自在 还是在大观烟里面 在花草 从阁楼 楼台 从阁楼里面 悠悠自在 让人家羡慕 那么也因为怎么样子呢 这个梦实在太美了 这个梦实在太真的 所以他醒来之后呢 他自己很压抑 很赞叹 他也不愿意让这个梦 从此就消失 所以他很天才 提出一个旷古未有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呢 他自己反问 到底庄舟是蝴蝶 还是蝴蝶是庄舟 在这里他因为庄子的奇悟论 他认为人世间的不平 所以他一开头是万俏怒毫 当这个风 所以各位前前呢 因为后学有讲说是平地听风 到青藏高原听风 你到青藏高原的时候 那个很树木 你各位有没有看过西藏 到处都挂了一个一个旗子 风马旗 那个上面有很多的那个经文那些的 他要祝福人家 在人 就是人经过的地方 或是水边 十字路口 路过他就放一堆石头 一个石头下去 越堆就越多 满泥堆 然后呢就放很多的那个 挂很多风马旗 祝福远方的人 不管超度啦 祝福远方的人 上面刻了很多经文 那个风一吹过之后呢 就好像念了一遍经文 所以各位前前呢 你看同样 同样是风 同样是旗子 当在那个情境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那种树木 你看到那个庄子呢 在奇悟论里面就提到一段 就一开头讲到说万俏怒毫 你看那个孔穴 那个形状不同 风声就不一样 停下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声音停止了 但是树叶最尾端的地方 还在那儿游泥游泥 就同样他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世间的众生呢 都是这样子的 三教圣人五教圣人 他讲的理都相同的 但是后世的弟子呢 互相攻击 是不是好像说 就彼此呢 就不齐呢 都是由这些众生 所引发出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万物之所以不齐呢 都是我们的认知上的似以非 我对你就错 我好你就不好 就是蓝佛相对的 都是私心成见所造成的 在庄子里面 梦就是醒 醒就是梦 就这么简单 结果呢 你看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此时你在梦中惊醒 却原来是梦中之梦 不知自己游在梦中 我们今天如果没收到 不是梦一张 一世人这样 这样堪堪的都过去 很快 最少现在我们还 还让我们的慧命 不管修多少 能够继续下去 还是让我们的慧命呢 往后呢 只有更成就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整个根据佛教 他也强调 昨日梦说禅 今日禅说梦 梦时怎么样子呢 梦如今说底 说时说昨日梦 昨日合眼梦 今日开眼梦 诸人总在梦中听 原门复说梦中梦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现在在梦呢 是不是啊 我们也在梦啊 但是呢 梦疼梦中佛事 我们知道 净花水月道场 梦中佛事一场 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执着的 可是你必须去做这个 这个净花水月道场的 梦中佛事一定要做的 这个 就在这个梦中呢 还是那个 另一段更说 他说三世诸佛说梦 六代祖师说梦 天下老和尚说梦 他讲那个庙喜和尚讲 跟老人又在说梦 所以呢 王安时晚年呢 就写下 知识如梦 无所求 无所求心 普空极 环世梦中求梦 求梦境 成就和沙梦功德 所以明代的憨山大师呢 他把自己一生的修行 的心得 他写了一部书 叫做憨山老人 梦有极啊 他把他定为梦中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为了随顺众生的梦想 所以说呢 我呢跟众生呢 在梦中做一场佛事 为了 为了要盗脱梦中众生嘛 我如果没有给他做 做梦的时候 这样有办法 你不能够和光同称嘛 知道意思吗 不是真的在做梦 成就梦中佛果 所以梦游极的意思就这样 那么 修化商人也讲嘛 人生梦一场梦 人死梦一场 梦中生龙跪 梦中这样 过得有更好世 情形的时候 梦醒在穷乡 所以朝朝在做梦 不觉梦凰梁 梦中若不觉 往做梦一场 来看看众生的夜市之梦 我们暗时的做梦是怎样 你如果不是定中 你如果定中世界 你暗时就念佛乎 不就是怎样 就是做那 度重生的事 你知道吗 那如果真的定中世界 那如果梦中世界 就梦一些 乱七八糟的 所以你看众生在夜市之中 你的梦做不了主 各位可以在梦中 控制自己梦的几手 我们应该是很久了 是不是这样 梦中很难 所以说颠倒 众生成为性颠倒 定中世界 心就很清净 寥寥分明 你在做梦 你也知道 你的梦中 能够控制 你不会散乱 很重要 所以凡夫呢 由于夜障遮蔽呢 常常就是五卓二世里面 五欲烦恼 很多 所以说开眼闭眼 有时候在这里做白日梦 各位有没有看到吗 很多人这样 所以晚上的这些夜市的梦 都是我们的身口意 三恶业所造就的 你知道吗 所以很重要 积累到一定程度 晚上恶梦就现前 工作精神不振 手球不得顺遂 疾病啊 家宅不得安宁 接踵而来 无量无边的苦恼 所以说呢 地藏经里面就讲 地藏王菩萨就问世尊 他说我看颜浮体众生 这是地球上的众生 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你说怕死人吗 我们的众心 一个善念 等一下又一个恶念 一个善念 又一个恶念 所以说呢 他就说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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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托获 什么样善利呢 多退出心 好不容易 做了一些善业 结果呢 就要求到 很多人求到 最后也想到一段时间 因为家里的原因 或者种种那个 又走去百里 又走去百里 所以呢 人 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聊到说 我们有一个伙食团以前呢 也在一起过的前嫌 后来他就到 到别地方去了嘛 那我们带过 人总是可能有一份情吧 就十几年也没看到了 那上回呢 后学就听我们的黄讲师在讲说 某某某呢 说 不是说几次忘了我 你知道吗 怕疼到情形 心里面 又是那种讲不出来的愧疚 还是怎么样 我说你去百里 我也不要给你责备 我们同步 如果你要信仰其他宗教 我们也不会去给你毁谤 你如果可以接触是最好 不要就是说 多多不那个世修 这样过一世人 我们到时候 我意味给他说 我说 不用那么大压力 如果说 十几年 我又不常常想到这个 我不想想到 不知道怎么会 让他说 走行到心心心吃 不要 我说我感觉恐怖 我说我现在年会 比较老了 比较宽容 不像以前可能会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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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说大家同坛一起共办的时候 可能就我们比较严厉 可能是那个时代 让他觉得说 可是那种良知 午夜梦回的时候 你同样会再起来 有的人离开了之后 若干年 他又不明所谓的那个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去硬要那个 我也知道他觉得说 我们去找他是负担 所以我也尽量就不去找 不要让人 结果他自己也会 所以说这种 就是你的内心 跟你自己的因缘 一段时间他一过会起 所以重心 讲起来点点兜兜 你知道性颠倒的原因 就是说做一点 造了一点功德 等一下他又造一点 切切的 可能不是说不定 很多这种 所以说你看 多退出心 欲恶元念念真意 住在恶元的时候 没发生事情就已 一个发生事情的时候 都没存在 在第十三品里面就讲 咽伏提众生自信无定 我们的性情都不定 点点多多 习恶者多 重发伏提心 待会发一个伏提心 待会再退去 若欲恶元念念增长 恶喜结业 善喜结果 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轮转无道 占无休息 所以菩萨早就已经告诫我们 我们在这个人间 也好成道 也好修道的原因 怎么样 现阶段的这个人生 但是我们的自信不定 所以我们 刚才说宁神 是不是 我们在调习 我们在去去去 改毛病 这样才有法度 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发心很容易退转 那是遇上宿室的恶元 那你呢 又又撩下去了 贪真之又去 你就会做 杀到淫妄的那些事情 很怕人 所以说呢 当你梦到不吉祥的事的时候 你不要怕 你就要开始反省 忏悔 这样知道吗 这样才是真正修行人 你不是说 忘掉不吉祥的时候 你又去鸵鸟心态 我们就自己就要想说 平常是 我们身口意 跟我们去做什么 业炮 如果有做的 不合理的所在 我们就要忏悔 忏其前 忏悔其后果 永明禅师 开悟之后 终身理忏 你知道吗 很重要 我们这因为主题 我们当中比较少说 我们也不是说 具体一个修行方法 每个人的习性不同 来的因缘不同 我们不会说 整天怎么办 可是碰到一些事情的功夫 还是要做 所以说你失忏悔 改过千善 那不久呢 你的 你如果不这样做 当然你做了噩梦 噩梦就是先警告我们 你又不忏悔的话 又不改过千善 不久果报现前 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说你想要杜绝噩梦 你没想到每天晚上 都要梦到乱七八糟 你想要夜梦 梦那个比较好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要慈戒修复 广为布施公养 这个布施就财师法师 无畏施 真正法公养 是最 在那个法画经里面 那个强调的法公养 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各位清楚 所以说呢 那刚才讲到 这个庄子的蝴蝶梦 这个卡夫卡的变形 他这个 他这个故事呢 他就影响了整个 整个两千多年来的 中国的这种哲学道德 就是说他哲学观 这只蝴蝶 影响连国外 你看看 他的蝴蝶梦是很优美的 国外有一本书 叫卡夫卡的变形记 描述人变成大甲虫 他也是文学中的异化 故事描述 他描述人情的是 自私冷漠无情 最后变成大甲虫的那个男主角呢 就在孤独里面呢 静静的就死去了 这个呢 各位如果看过 浦松林的聊哉自愈呢 人鬼扶之间的幻化 也有一齣电影 是王祖贤夜的那样 一二十年前 和画皮啊 你知道吗 所以以前我才知道 看一些电影也可以写这个 待会儿我再唱那三匹英台 给你听 所以呢 这个异化里面 故事呢 结果在画皮内 那个故事里面 一个书生 最精彩的就是说 因为他在荒山野庙里面念书呢 就一个女孩很漂亮的来嘛 他走出去 你看浦松林的那个聊哉 来的故事都这样 对着一个道士说 你身上都是鬼气妖气 那个道士就跟他讲说 你回去 你回去的时候 你不要出声 你就在桶子门那里看 你就知道 自己当中那些杂云 漂亮是漂亮 不过你看到你会怕死 结果书生就听了 那个道士的威 就回去 就桶子门头头看 哇 看到那个 面目猙獰的厉鬼 在那画皮啊 画人的那个皮啊 结果那个书生 怕一条这样画一声 那个鬼就赶快把画好的皮 往身上一批 这样你知道 就变人了嘛 变成那些水水的材料嘛 所以说呢 你看看 那个 各位如果看那部电影 让你惊魂折破 你知道吗 很惊魂啦 那个故事 你看看这些 这些故事呢 但是只有 庄周的蝴蝶梦 它充满变形美 表达人类思想上 最早的这个梦想 象征人性的无拘无束 它目的 天真浪漫 但是这个世间呢 你看战国以后呢 就开始世间很 很愤乱嘛 那战争开始呢 每个朝代在 变地的 更替的时候呢 都是 都是用武力推翻的 那么 它就像潘朵拉的盒子 打开了呢 到处侵蚀人心 你看 庄子那个时代 它呢 所讲的 跟我们现代的世界 就很接近了 历史呢 其实就是 不断的轮回 叫历史 这样啦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 它的梦叠 摆脱了 城市的 这种纷扰 逼迫 你人心的一个禁锢 人心本来就 进去那儿嘛 化叠是突破了 这些形象上的一切 它呢 就能够 像逍遥游里面的 在乌喝有之乡 悠游自在的 在广莫之业 它是一种 回归人性的自在 自由 这样各位清楚 这个梦叠的目的呢 是写这里 所以呢 庄舟的化叠 成了千古不可解的公案 庄子的蝴蝶梦 它主导到 它没说 它变蝴蝶 它是说 脱过梦境 跟蝴蝶同游共化 无所不在 所在皆无 这个时空 对它来讲 已经不是障碍了 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呢 蝶化洲 洲化叠 都没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同游共化之际 振脱生死的智库 不是有时间的催促 我们的寿命都是受时间的催促 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到人间 它也不受空间的激素 透过梦叠 把物格提升为人格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也因为这一个 打破人天物我的间隔之后 它这空灵的一笔 引出了什么呀 人生如梦 就像那个书 李白讲的 人生如梦 一尊海泪江夜 这个长探 从此中国2500年来的 那个故书 神话啦 故事刚才讲的一大堆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在唤演着 全都是受它的影响的 连李白这一段 有写到李白呢 有很多的梦 梦醒的时候 跟梦境完全不同的 也很无奈的一些故事 那么庄子呢 又用长曲子 对曲切子的一顿话 来表明说 做梦比清醒还要快乐 它里面有个观念 它说我哪里知道 生的快乐是错误的 是一种迷惑的 我哪里知道 恐惧死 那个呢 也是错误的 就像年轻人 少年人 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之后 不知道回去 不知道回去 所以他对生死是最豁达的 在整个的 诸子百家里面 庄子最 你看他 我刚刚早上有讲过 他有一天 就走去 在荒郊野外 就看到一个骷髅 骷髅 大家知道 一个人头 骷髅 就已经傍晚了 他就拿着马鞭 敲敲骷髅的头 他说你啊 是因为 为了名利 才被杀死的吗 还是不孝顺父母 犯了官府 还是种种种种的 结果都敲了几下之后 问一问之后 庄子那个晚上就躺下去 就把那个骷髅当枕头 就睡着了 晚上呢 就梦到那个骷髅 皱着眉头来 我怎么想都知道 就想不通说 这个骷髅 怎么会有眉头 结果呢 就在讲庄子说 听你的那个口气呢 就是一个辩论辩识 的口吻嘛 他说你来说 过来都没效 他说 你敢知道 我往生以后呢 那个世界 是尚无捐尘 没有什么春夏秋冬 那是落花花了 他本来庄子说 需不需要 我帮你弄回来 那个 结果呢 那个骷髅跟他讲 我那个世界 非常优美的 所以他呢 所以说 当然 我们如果往百年后 想要去这么悠游自在的世界 是不是啊 这些人 如果不好 收得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是需要有一点功夫呢 才到那个的 所以说 常渠子呢 才在讲说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 梦中又瞻其梦也 梦里面又瞻梦 绝后方其大梦 而且一定要大绝 一个大绝物者 就像佛陀正片之 正大绝物者 那么才知道说 你现在是做梦 愚昧的人 以为自己醒了 其实呢 怎么样 切切然之之 所以一个人处于梦中 梦中又梦 可谓大梦 只有大智大觉者 了解梦 这个时候呢 愚昧的人 又自以为清醒 很复杂的 那愚昧的人 自以为清醒 永远就逃不脱 人世间的烦恼 妄想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 余相万夫将服 人相万夫倒数 之所以能化跌 一定是旺 大家知道吗 相万夫将服 物化之前提呢 就讲到 这绝对是一个心灵 完全的一个 解脱自由的 这个心灵呢 对整个民族 民族的这个建构呢 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要想到 这个都好笑 这个庄子 最近那个韩国啊 大家知不知道韩国呢 把中医也认为是韩国人发明的 豆浆也是韩国人发明的 最近又讲 孔子有韩国人的血统 有没有 我在想下一次 不会会讲 庄子也是他韩国人 有时候不是 所以大家都在报道说 现在全世界只有上帝 不是韩国人的 其他呢 都是韩国人的 所以说很好笑呢 在这里呢 所以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呢 整个的 他呢 都在这个影响 主流 庄子从来没有登上 中华文化的主流 大家懂不懂的意思 但是呢 在所有的 失智的人 失忆的人 不是那种失智 就不得智的人 他呢 永远怎么样 就是报纸 所以说就有一种讲法嘛 你看古代的读书人 他的案头上 一定放着四十五金 当我考上了进士之后呢 是不是啊 我就高唱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样你知道 就开始去做官期了 哭不掉的人就回到自己的斗士 你如果到那些读书人的床底下 枕头底下 你一定可以看到一本庄子 那那暗桌上给大家看的 考上去做官了 考上的回到那里呢 整着这一本庄子 做一回潇洒的庄舟蝴蝶梦 这样也不错 还是不管你梦庄 梦庄还是蝴蝶 蝴蝶梦庄 庄舟梦蝴蝶呢 所以呢 他这个物化 人要相望夫道数 所以说呢 人在道中是不知有道 是不是啊 那要经过求道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每个人都有道 但是我们呢 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轮回的过程当中 失去了自己本有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 这一个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建构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他呢 所以礼白有一首 庄舟梦蝴蝶 有没有蝴蝶为庄舟 义体更变异 万事良悠悠 乃至蓬乃水 富座清泉流 清门众瓜人 旧日东林 富贵故如此 银银何所求 所以礼白呢 想到庄舟梦蝴蝶 他就感觉 人心啊 还有什么可以这样子积极 有必要这样求吗 也因为这个庄子的化蝶之后的文学 富有哲理 在文学描述 被非常广泛的应用 刚才讲最为经典的就是什么 梁山博语 主营台为了三辟映台 我拼到林坡 林坡有梁山博主营台的梦 布你知道吗 还有 在那个 那里也有他们念书的万松书院那些 都在那边 这个梁山博 这个两个人身不能为同龄鸟时候呢 怎么样就借用庄子的梦蝶 化蝶 我记得我三十年前 我只有三辟映台 我看五十遍 那个林坡 林坡跟那个 那个什么 热地烟的 最后一幕 你知道吗 那个蝴蝶有没有 他拉那个衣角 结果蝴蝶飞起来 金铜玉泥有没有 在空中 你大家敢不敢去看过 我看三十遍 到现在 我都还会背 那个怎么唱 那个黄梅吊 整个档季回场 他开头 彩虹丸里白花开 蝴蝶双双对对来 地老天荒心不变 两三波与主营台 我三十年了 我那整个台词 我还会记得 你知道吗 我早上看得更暗 你刚才看得更暗 他不清晃嘛 我就每天一看 结果我没想到 那个影像 没想到 三十年以后 我下庄子 还会下到这里 你知道吗 所以讲到这里 你看 我这个庄子 这个蝴蝶梦 就是说这个 梁山坡族云台 看完 那也有望到 那个蝴蝶很大 只是蝴蝶没跟我说 伯�鸡 我也不知道 他有偷偷 结果呢 音乐家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有一个音乐家 叫陈刚跟何瞻豪 他两个又写下 小提琴 协奏曲 就是梁柱 各位回去应该 要不然就是二符协奏曲 那首曲子 后学为了听这个二符协奏曲 我又拼到上海的 波特曼酒店他听了你知道吗 我只有一符 一符 一符 那首曲子 后学为了听这个二符协奏曲 我又拼到上海的 波特曼酒店他听了你知道吗 我只有一符 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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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到那一符 这符 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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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OOM 这个故事呢 是非常的唯美 你脸上合上去 你就看到金铜玉女在那边 那两只蝴蝶在那边 你看看 这个唯美神话色彩来讲 它表明了神灵与人的之间 它有着现实 跟这个超越的 怎么样的一些疏离 但是这中间又有绵绵若存 不可断绝的关系 所以说在这里 梦中说梦 今天我们到底有相无相 人事不就是一场 世事有如庄舟蝴蝶梦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白乐天 他就说 虚知诸相皆非相 若住无鱼却有鱼 梦中妄言一时了 就言下妄言一时了 梦中说梦两从心 所以到底这是有相还是无相 你若不要执着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也不用关于有相无相 这只蝴蝶 不敢这样揹而已 揹到揹了 就拔出一个蝴蝶效应 你知道吗 这些蝴蝶又继续在那揹 庄舟随年回去 这位前前去笑诗 说这些钢丝不知道 砍到哪里去 在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墨西哥的诗人 帕斯他写下一首诗 他说一只蝴蝶 在四尾车的虫中飞来飞去 他就说 那时候马里和赛 他就讲 他肯定是庄舟在纽约观光 那只蝴蝶 不知是蝴蝶 梦见他是庄舟 还是庄舟 梦见他是蝴蝶 蝴蝶从不疑惑 他继续在飞 你看 这不是我误不错的 只有庄舟这只蝴蝶 两千归尼 对中国的宇宙观 华人的宇宙观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只蝴蝶拍动两下翅膀 改变了中国的思维 这只蝴蝶还继续飞 它飞的意涵是什么呢 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只蝴蝶 可能拍动一下翅膀 它可能改变整个宇宙 可能在南美洲 可能在欧洲 引发暴风雪 这个蝴蝶效应 这次有一个故事 什么叫蝴蝶效应 就有一个气象学家 劳伦志 他有一次 他就发现气象预报 他用电脑 求这个方程式 来仿大气层的方程式 他为了更细腻的来了解 结果他把里面的一个数据 一个数值取出来 他倒一瓶咖啡来喝 回来时发现 整个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说就很有名的 这本书叫混沌 这个是天下杂志翻译的 1220年前后学就看了 这个故事 过去要下这本车 跟蝴蝶有关 我就说 坑坑下来 你们大家说 你不知道坑到哪里去 我就说 就2500年坑到这尊 蝴蝶继续飞 我就会把他坑到这里继续飞 所以说在这里 根据商业周刊 去1013其所记载的 除了刚才的气象的蝴蝶效应 现在经济蝴蝶效应 你看 因为这个经济的蝴蝶效应 在2006年的4月17号 整个北京天昏地暗 房屋汽车 全部都盖上一层厚厚的土 这个估计 高达33万吨 北京有1500万人 每个人都存在20公斤的 每到春天 在内蒙古的阿拉扇 那个是整个沙漠 那个沙尘暴的源头 不只侵袭北京 也侵袭日本 我们台湾 韩国最远到达美国的西岸 欧洲都受到这个沙尘暴的影响 这个影响很大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你看现在经济 现在不是温室效应吗 你看那个太平洋 那个北极南极的那个冰架 全都崩起了 现在说要节能减碳 实在有点晚 但是有做比没有做更好 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 不断消耗能源 那个澳洲 那个钢 那个煤 你知道吗 它跟暖风的 要过来星期三星期 这样我就去装船 全都是到这个中国大陆来 那个巴西的 那个亚马逊河的 那个木头也是 十根有五根以上 都是运往中国大陆 整个 你看整个的暖化 造成雨量越来越少 等一下不是暴风雪 该冷的地方不冷 该热的地方不热 该下雨不下雨 有没有 你看整个的天灾 都那些严重 所以导致 大片的草原沙化 地表解冻 那个青海呢 是叫做中华水塔 它有很多沼泽地 干掉百分之七八十 沼泽 大概知道沼泽嘛 那个有很多那种 那种那个 那个动物啊 绝种的一些动物呢 要那种沼泽才能 所以沙尘暴呢 随着季风南下 只要沙尘暴来 台湾呼吸道 那如果不好 就增加三成 经济过度开发 温室效应 这二氧化碳 整个包围这些气体呢 所以排不出去呢 最后全球暖化 加速了这个雪 雪融化 雪 那个奇连山啊 整个青年 不要浓掉的 黑漏黑漏雪 奇连山 好连续两三年 也全部都龙光光 你看吓不吓人 这个这个是很恐怖呢 还有呢 喜马拉雅山的雪线 一直往上推 雪线啊 越越越往上推 那个水就 雪就越来越少嘛 那尤其后雪讲说 那个什么呢 过度放牧的甘肃那些 内蒙古沙化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呢 那个那个呢 我最记得 就是礼白高唱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入海不复返 有没有 十年前后雪 去爬那个 那个昆仑沙 阿尼玛青山的时候 去黄河源头 毕没万情 但是十年以后 今天 我前不久 那个 整个那个报道 整个 都断流啊 连黄河源头都断流 你知道吗 不要说到山东 山东那一带 一年有两百多天 是断流的 以前十年前 还毕没万情 现在都断流啊 沙化严重 所以说呢 那个那个 那个中国西南呢 就整个四十几岛 所以这个都是 经济蝴蝶效应 所引起的 因为蝴蝶效应 污染 触目惊心 天灾人祸 更恐怖 所以金融时报呢 也还在讲 就讲说 全球原木的交易 穷木有一大堆 都进入中国 而且为了要种植 这些可以赚钱的 玉米啊 大麦啊 就亚马逊河 全部砍伐 你知道 砍伐呢 就种这些 经济作物 你看这个树木那些 都是地球的费一样的 所以巴斯上市的 十五万平方公 公里 就六年的期间 相当于怎么样呢 4.2个台湾大 所以你看看 一个中国经济蝴蝶 引发了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带动的效应 它只是 我们现在看到一点点 由世界怎么变化 我们知道 所以这只蝴蝶拍动翅膀 2000年后的今天 影响你我 是不是 它带动的 不只有生态跟健康环境 更是经济上的连环大震动 沙尘暴 清洗了你我的鼻子 以外 还清洗你我的荷包 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我们呼吸道 不好 都要看医生 目指 经常就会痒痒的 所以要看医生 所以说在这里 同样是道家的这个蝴蝶 在真实跟虚幻之间 存在着混沌的蝴蝶 无所不在 所在这一只的蝴蝶 在2000多年后 继续挥动翅膀 世界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在它的鸟看之下 那么讲到这只蝴蝶 所以说 这样你们看 你们知道要怎么看吗 你看就一段 我们就一个蝴蝶 我们就这样 看一眼一眼一眼 所以庄子实在很有趣 你好好去看 后面你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看起来 人生也觉得会豁达一点 当然有一些学者 认为庄子是衰逝之书 但是憨山大师 他有一篇文章 叫做《观老庄影响论》 他讲到 他曾经讲 中国圣人之言以外 五经 他是世间的教育 叫素于世教 再道之言 只有老子这本书 这是憨山大师讲的 老子这本书 言简易改 身影难迷 但是发挥老子之书的 就唯有庄子 那么就好像怎么样子 笔者有言 老子之有庄子 犹如孔子之有孟子 所以说在这里 他认为一千多 两千多年来 一两千年来 整个中国的圣人 除老子 孔子之外 就是庄子 庄子之学 是纠天人之学 在憨山大师看来 他说如果中国 没有庄子这个人 万事之下 不只有真人 真人是道家的 那个真人 大家知道 中国无此书 万事之下 不只有妙论 非常 语言非常妙的 文字语言都非常 非常精妙的 这种言论 憨山大师 一再强调 脱物欲欲民道 他是内圣外王之道 超视而不悦视 当然后学那里也有讲到 他对生死观 他妻子过世的时候 他敲骨盆而割 有没有 你如果看里面 大道无心心 生活以一 我非一夫心 一非我心 偶然卸购心 一世同姬 你知道吗 夫妻之间 只偶然卸购 一世同姬 大献祭中心 有何有离 是不是 就走了 他说 也不是说他没情 他说 刚才开始 他也很悲凶 是说看一看 人就好洗好洗 睡在那儿 我在那里绿绿床 我们就很不通情理 所以后学那里 有一段文章 也有写这些 讲到 所以说他超视 而不越视 没有超越世间 他超视世间 而没有越世间的规矩 同一人 而不群一人 所以庄子讲 学佛不同百事 不但不知世间的法 也不知道佛法 你解释庄子 就了解全部的佛法 那你也不知道 真正的佛法 所以说 也就耽误了庄子 所以他曾经 以三件事 来勉励 他说 不知春秋 各位 刚刚王典阳师有讲说 这里有排春秋 不知春秋 不能摄氏 你要入世 摄氏 把人告白 这世间 要怎么 你没了解 所以不知春秋 不能摄氏 不知老庄 不能忘世 你不参残 不能出世 各位这样清楚吗 不参残 你不能出世 所以要经常参残 你内心 不会说掉在这 那你不读老庄的话 你就不能忘世 不能忘世 所以在这个老庄 或许也在强调 尤其庄子 他没有在中国主流社会 但是历朝历代 只要是在战乱的时候 只要是一些影视那些 可以说他就像一部保命书一样 精通了这个庄子之后 就算你在困顿的生活 也过得很回邪 回邪 他以回邪的才情 他能够这样子悠游自在 所以说他可以从逍遥的圣人 有没有 他不受世情所累 人间的情所累 所以他能够逍遥 他能够怎么样子 最有名的 他多肢体去聪明 到最后 可以说世间都是混同一体 同是非 绝情去治 同于大通 他有很多修道的一些理念 各位可能有空慢慢去看 所以有学者就讲 我们如果想要在中国历史上 找出第二个人跟庄子 并驾齐驱 很难 难夫其难 所以说国学大师 钱穆大师 就曾经夸赞他 他就像一只 一只近日秘密的流 他讲知言日出 赫以天逆 知言就是说 他说我讲的话 不是我自己讲的 而是怎么样的 上天要我怎么讲 我就怎么讲 我就像一个肉斗 肉斗一样 形状不同 装的水就不同 所以近日的流 流也流不尽 你喝一口 喝十口 你喝一口是水 喝十口也是水 喝一只 喝这一杯 喝那一杯 还是差不多 他的话 收东收西 收南收北 他的文章 连连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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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各位如果看 钱穆先生所写的 这一本书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你的灵感泉研 会在这 有法度在那取到 就是庄子一本书里面 古来多少文人 责任都在庄子里面 去吸取智慧 来启迪自我 所以来升华自我的 这个情怀 这样各位 前前 今天 后学因为是用导读的 那后学觉得说 有一些东西后学都有 在这个 这个 后面 就是说 学者 学者 学者所 所写的 古代学者 所 平断的 后学列出来 那各位要看的时候呢 就能够 能够很清楚 那里面有一些故事 写的都很好玩的 就像那混沌 我们人都会觉得说 有一个混沌 去 有南方北方的那个帝王 到中央混沌那里去玩 他招待得很好 这两个就自己想 就说你看那混沌 没平衡没麦子 很辛苦 那都自己想 你知道吗 结果说他很辛苦 他对待我们两个国家好 我们就给他 搂一搂一平衡 搂一麦子 搂七天混沌就死去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很多这种故事呢 就是说 人家本来就无知无欲 好好的 是不是啊 结果弄一弄呢 就是 所有的四神外放以后呢 就全部都 罪恶都出来了呢 所以各位前前呢 看他这一个呢 而且呢 有学者就赞叹 庄子的文章 他写的最好 就是他的结尾 文章最怕就结尾呢 结了就完了 你知道就没开了 他不是 因为 结了 气还是充满的 言有尽 而义无穷啊 整个庄子的每一篇文章 他的梦迭啦 等下火船啊 他的意境呢 都非常的含蓄 非常的曼妙 所以说呢 那很多学者呢 对他的赞叹呢 可以说是 很 讲讲也讲不还的啦 各位 如果说有空的时候呢 慢慢的 一步 就是说慢慢的 有空的时候呢 可以 可以一段一段的 慢慢的去主教主教 因为呢 在后学在 最喜欢这一首呢 是一个 不知道是谁写的 一名诗呢 就这样 大鹏展示 逍遥游 梦中舞蝶化妆周 咸于 不管你聪明 还是愚昧 咸于自古皆归土 唯于大道千古流 所以今天 我们收到 没错误了 我们大家共勉之 那讲错询 先我设罪 各位前贤多多包涵 谢谢 谢谢